这个男人唯一的兴趣就是修炼 就连女朋友求他上生物课也无动于衷 只是一名罪弱C级猎人的他 竟然凭借一门中国功夫徒手打爆了三大深渊恶魔 深渊是盘踞着众多圣座和怪兽的无限混沌空间 在地球与深渊第一次相连的时候 被称为圣座的存在出现 他们降下恩赐 招揽信奉自己的追随者 因为信奉自己的灵魂越多 圣座的全能就会越强大 在深渊里 圣座们彼此之间会侵占领域抢脱追随者 因此拥有将近一百亿灵魂的地球 对圣座们来说就是一块黄金宝地 而在众多的圣座之中 也有不少打算用武力强占地球的邪恶圣座 而曹炎圣便是为了阻止那些邪恶的计划 而出现在深渊里的 他作为圣座的存在明示不败的修炼化身 而在曹炎圣成为圣座之前 他只是地球上一名最弱的C级猎人 他从小就立志让自己变强 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古尔 他认为只有变得更强才能保护自己 可他没有一点魔力 无法修炼魔法系的技能 只能选择最辛苦的中国功夫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学习武功 虽然武功不如魔法那般华丽方面 但他能给人很强的成就感 这种正直的特性刚好很适合他 通过努力修炼曹炎圣达到了C级 不过因为武功难以修炼 所以在使用武功的猎人当中 很难找到比C级级更强的人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就连梦里都在不停修炼 他的这种精神被圣座走在前沿的天秤女神发觉 表示要和他签订契约 收他做自己的手下 曹炎圣疑惑天秤女神 为什么要选择C级的他 天秤女神解释 他的全能是预知未来 他预知到地球在几年之内 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魔神圣座们会派手下攻打地球 而曹炎圣就是阻止这一切的关键 但天秤女神担心 他不会与自己签订契约 因为只有脑子进水的猎人 才会签订这种不平等契约 签订契约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与该圣座绑在一起 并且无法摆脱被圣座束缚的人生 圣座们为了确保得到更多的手下 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但出乎天秤女神意料的是 曹炎圣居然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 他并不知道曹炎圣唯一的追求就是不断变强 在他眼里除了变强其他的都不重要 随后天秤女神表示会将他带到深渊 他在那里为其准备了训练场 由于深渊里的时间流速和地球不一样 接下来曹炎圣可能会在深渊里 炉自修炼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听了他的话 曹炎圣不但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兴奋的全身忍不住地颤抖 迫不及待地让女神带他进入深渊 只见天秤女神双手一抬 一个巨大的传送门陡然出现 随着一道雷霆落下 曹炎圣便出现在了深渊的一块大路上 他一来就感受到了浓郁的魔物 跟地球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他四处张望着 可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难道这里就是训练场吗 随即他握了握拳头 那我就从现在开始修炼就行了 想着他便立刻开始修炼了起来 可突然 一个巨大的魔力风暴出现在曹炎圣所在的大路上 随着魔力风暴的席卷 陆戴在天秤女神领域上空的幻象魔法也被打破 幻象魔法是这个领域最基础的保护措施 然而曹炎圣却根本不知道这些 就连天秤女神的预知能力也没有料到 在这个人人崇尚魔法的世界 这个男人却选择了最难修炼的中国功 并且凭此成为了比肩神明的强大圣子 但刚开始他还只是个C级的小菜肌 陆炎圣刚刚被天秤女神带到深渊 就遇到了深渊中的天灾魔力风暴 陆炎圣还以为这是女神为他准备的试炼 于是便一咬牙朝魔力风暴走了过去 虽然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但没有危险就无法成长 既然是圣座准备的试炼 那就肯定是有意义的 刚进入魔力风暴 他就感觉身体要被撕裂了 我得坚持住 只有克服痛苦和考验才能变强 这就是圣座的意图 片刻后 他的身体被魔力风暴卷着一起朝天空而去 随着风暴消失 一座巨大的训练场出现在地面上 而另一边的天秤女神的宫殿中 天秤女神此时正在幻想着未来的美好发展 他虽然能预知未来 但并不能预知未来的全貌 按照他所预知到的 接下来曹炎圣将开始刻苦地修炼 然后成功阻止了邪恶圣座们的侵略计划 最终还能将他收为自己的强大手下 可等了半天 他仍然没有感受到曹炎圣的气息 我都已经把他送到距离修炼场 只有十米的地方 按理说他应该马上进来才对吧 只要稍微往前走一点 就能立刻发现修炼场 地球人也太不自觉了吧 为了将要独自进行长期修炼的他 我准备了最新的装备 只为了他能够安全有效的修炼 而且为了让他享受闲暇时间 我还特意收集了地球上的各种娱乐设备 既然猎人接受了不利的条件 那圣座的义务就是尽量为其准备安全舒适的冷静 使其能专心训练 天使阿达夸尼尔被天秤女神派出来寻找曹炎圣 可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 主人 我觉得很可能是深渊的魔力风暴 把那个人类给卷走了 天秤女神天秤都急歪了 去把那个人类给我找回来 我不能放任他在深渊里徘徊 一定要找到他 可深渊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连圣座们都只能触及到其中一部分 想要在这里找到一个被魔力风暴卷走的人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此时处在魔力风暴中的曹炎圣可不知道这些 还在咬牙坚持修炼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巨大的魔力气流压迫并撕扯 高浓度的魔力通过呼吸在体内虚 提示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混元神宫已将魔力转换成内宫 魔力正在锻炼您的身体 您的骨骼强度和肌肉密度已提升 您的丹田已扩张 您的内功已增强 一个月后 魔力风暴终于消散 曹炎圣被带到了深渊里一处 没有任何圣座管理的地方 就在他落地后不久 病恋突然剧烈震动起 紧接着 一条庞大的岩石蛇陡然出现在他面前 曹炎圣省眉头挑了挑 这次的训练是抓住这头怪兽吗 这个程度应该是属于一级吧 女神是不是太高估我的实力了 我只是个C级猎人了 不过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圣座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 来吧岩石蛇 反正我现在时间多的是 我们一决胜负吧 说着他冲过去一拳打在岩石蛇身上 可汇聚了他所有力量的一拳 竟然没有对岩石蛇造成半点伤害 岩石蛇扬起脑袋打了个哈欠 曹炎圣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很好 你等着瞧吧 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拳头 把你打成一堆碎石 说着他开始继续啪啪啪啪起来 我是一个傻逼 竟然不吃不喝不睡觉 对着一块石头拳打脚踢了一眼 只以我把女神的失误 当成了修炼任务 曹炎圣所修炼的混元神功 是猎人战队的成员送给他了 因为地级的武功积累内功特别慢 基本没有人会修炼 就像魔力对于魔法师来说是生命 内功就是习武之人能力的核心 即使是同样的招式 根据内功深浅的不同 威力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积累内功特别慢的混元神功 自然没有人选 不过曹炎圣却十分感兴趣 虽然期间有过几次 可以换学其他武功的机会 但他就是很喜欢混元神功 混元神功没有什么积累内功的诀窍 不过混元神功的每一个招式里 都蕴含着内功 使用后内功就能增强 重复进行这个过程的话 就会有极少量的内功积累在单天中 所以每次出招内功都会有所增长 只要不停重复这种单一的训练 修炼之人总有一天会成为绝顶高手 虽然原理很简单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可曹炎圣不同 他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赋 他只是能够忍受无聊 坚持不懈的努力 此时曹炎圣已经在这里反复 蹂躏了炎石蛇一百年 而这一次 随着他一拳轰出 强大的力量顿时在炎石蛇身上炸开 炎石蛇的身体瞬间缩短了二分之一 提示音在曹炎圣脑海中响起 您的会员神功境界已提升 您已达到一流境界 换算成猎人等级的话 他现在便是从C级晋升到了B级 可曹炎圣眼中却没有任何兴奋之死 反而一脸无奈 看来我是真的没有天赋啊 一百年才达到B级 那如果要达到一级 岂不是要用一千年了 炎石蛇双眼含泪地看着他 因为在这一百年里 炎石蛇也对曹炎圣发起过反击 所以他害怕曹炎圣现在会把他打 曹炎圣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于是便决定不再为难他 但炎石蛇竟然主动当他的作气 一人一蛇在大路上四处乱逛 没想到又遇到了魔力风暴 曹炎圣兴奋地站起身 女神是要送我去接受下一个试炼了吗 炎石蛇脸都下摆了 进到那里面可是会死的呀 曹炎圣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只是催促他赶快进去 炎石蛇简直欲哭无泪 即使是非常强大的怪兽 被卷入魔力风暴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死掉 犹豫片刻后 炎石蛇似乎是做好了觉悟 猛地抬起头就朝魔力风暴冲了进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炎石蛇和曹炎圣被魔力风暴 带到了另一块大路上 炎石蛇全身的石头都快散架了 曹炎圣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在深渊里 大家都是这样一动的呀 真是太神奇了 随后他惊叹道 我达到了一流境界后 才发现魔力风暴有多么厉害 我刚一进去 魔力就充满了我的整个身体 这不仅消除了我的疲劳 还锻炼了我的身体 他真是一个很棒的恢复设备 圣作们真是太厉害了 他们居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这种力量 炎石蛇听了脑袋摇得像波浪似的 可惜曹炎圣并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曹炎圣第一次进入魔力风暴的时候 纯粹因为运气好才没有死掉 如果当时他没有把魔力风暴错认为是女神准备的事 刻意让身体随着魔力风暴而动的话 瞬间就会被撕碎 曹炎圣四处张望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虽然深渊中浓郁的魔力可以补充体力 但这一百年来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总感觉肚子空空的 炎石蛇张开嘴吐出一块大石头 这个石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从理论上来讲这也算是肉 看着炎石蛇人畜无害的表情 曹炎圣略感无奈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不过再饿也不能吃你的身体吧 就在两人吸闹间 提示音突然在曹炎圣脑海中响起 你已能理解炎石蛇的所有异动 你已从炎石蛇的动作中习得武功炎石拳 炎石拳既有力拔山河的高猛力量 又有像蛇一样柔软多变的灵活性 曹炎圣对炎石拳的招式十分满意 虽然我不会放弃混元神功 但这个练起来也挺有趣的 境界提升后 他的悟性也变高了 这次的训练也很令人期待 在他面前是一片泛着幽深紫光的大海 这次是要让我练习在水里的战斗吗 随即他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海中 刚一进入海中 曹炎圣就感觉到了强烈的故事 提示音也在他脑海中响起 极具毒性的水正在渗入您的身体 内功正在快速消耗 若内功全部耗尽 您将会有生命危险 与此同时 海里的无数怪物也迅速朝着曹炎圣蜂拥而来 提示音再次响起 毒已渗入您的身体 您身体的抗毒能力已增强 岩石蛇无聊地盘在海边 不知过了多久 平静的海面上突然炸起一道水柱 曹炎圣刷的一声从海水中窜了出来 他的内功已经快要耗尽了 之前他看到海底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那个就是女神给我的任务吗 虽然不知道要怎么游到毒海的深处 但既然是女神给我的试炼 那肯定有解决的方法 但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看来就只有那一个方法了吧 说着他开始继续枯燥地练起了混元神功 我要利用混元神功积累内功 直到我能够抵抗毒海的侵害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两百年 曹炎圣看着岩石蛇 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块石头 他也不由挨声道 我也好想吃东西 虽然不觉得饿 但总感觉人生中少了点什么 他的话音刚落 就看到前面的海滩上 躺着一具毒海怪物的尸体 既然他生活在海里 那按理说他也算是一种海鲜吧 只要好好烹饪 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吧 岩石蛇健壮不由脸都下绿了 这是我见过对自己最狠的人 竟然直接生吃含有剧毒的海鲜 此时看着海滩上出现的怪物 曹炎圣口水都要流地上 虽然魔力可以恢复体力 但作为一个人类 一百年没吃东西还是很难受的 随即曹炎圣用石头做了一把菜刀 但石刀根本承受不住怪鱼体内的毒素 瞬间就被腐蚀了 岩石蛇健壮从嘴里吐出一块爱德曼合金 这是岩石界的怪兽们视为宝贝中的宝贝 肉里蕴含的毒素迅速在曹炎圣的体内扩散开来 曹炎圣跪在地上一阵干呕 但提示音很快传来 混元神功成功化解了剧毒 明以增长极少量的内功 曹炎圣万万没想到 这怪鱼的肉竟然还能提升内功 随即他猛地抬头看着眼前的毒海 很好 我要把这片海里的家伙们全部抓来吃掉 就这样 时间又过去了数百年 海滩上到处都是曹炎圣吃剩下的鱼骨头 而他的实力也提升了很多 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万毒不侵的境界 并且获得了一个一级技能万毒不侵 不会再受到任何毒素的侵害 还可以从丹田中提取毒素来使用 同时他的会员神功的境界也达到了顶级 换算成猎人等级的话 那他现在就是一级猎人 放在地球上是由国家直接管理的战略武器般的存在 不过曹炎圣并不满足 想要阻止世界危机的话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决定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的修炼 他不知道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于是便道别了岩石蛇 独自一人进入了毒海中 现在毒海里的怪物见到曹炎圣立马就逃得远远了 再加上万毒不侵的身体 曹炎圣很顺利的就来到了海底的光亮处 这是一扇通往另个区域的次元门 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训练呢 想着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次元门中 刚从次元门出来的瞬间 提示应就接二连三地在曹炎圣脑海中响起 会员神功感受到了战斗的气息 您全身的气脉已被自动激活 内功正勇罩着您的身体 将自动防御外部攻击 武功境界达到顶级的人 再察觉到敌意的瞬间 身体就会自动做好战斗准备 在这个领域曹炎圣感觉到 在任何一个地下城里都无法感受到的冰冷刺骨的杀气 成千上万的恶魔出现在曹炎圣面前 一只身材高大的恶魔一脸凝笑地看着曹炎圣 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就让我来为你说明一下规则 说着他的肚子上突然裂开一个大洞 他伸手从里面抽出一把大刀 新来的人要先被砍断一次脖子 才会知道这里是血和混战的统治者 曹炎圣也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这次是充满杀机的训练场 大刀和拳头轰然相撞 大刀瞬间破碎 这个恶魔一脸的不可思议 还不等他回过神来 曹炎圣已经跳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 后面的无数恶魔见状顿时一拥而上 杀了那家伙 我久违的热血沸腾了呢 在盛作支配的领域 其属性相当于第二自然法则 而血和混战的统治者的领域里 只有一个规则 那就是所有的手下都要不停地战斗 并争取胜利 虽然这些恶魔并不是曹炎圣的对手 但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而且这里低势广广 一直被围着打很危险 随即他开始四处寻找有利地形 没过多久他就看到了一座小房子 这里竟然是一家餐馆 看着恶魔老板一脸微笑的样子 曹炎圣也放松了几分警惕 可下一秒 恶魔老板竟直接把手里沸腾的毒汤 泼在了曹炎圣脸上 然而令恶魔老板万万没想到的是 曹炎圣居然毫发未索 并且将其中的毒素禁数吸收 转换成内功 他的万毒不清技能不仅可以免疫 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毒素 恶魔们也很快追了上来 曹炎圣咧嘴一笑 抄起一个板凳就准备干架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就算和你们对战几个小时 也完全没问题 这群恶魔正在门口排队叫好 只为和这个来自地球的人类打上一架 原来曹炎圣刚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被恶魔们追杀到了这间餐厅 此时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数个小时 并领悟到了用凳子当武器的武功 必加急的机型拳 曹炎圣非常开心 果然在拼上性命的实战中 领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女神 为什么要为我准备这种考验 又过了数个小时 所有恶魔都被曹炎圣干趴下 这时他注意到了先前的那口锅 境界提升后 他的武感变得极其敏锐 他感觉到了这口锅的不同寻常 曹炎圣正准备把锅拿走 恶魔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脚 求你高材贵手 我为了得到那口爱德曼合金锅 可是受了很多苦 曹炎圣一脚把它劈开 你之前不也是通过决斗 才得到了这口锅吗 既然是赌上性命的决斗 内营的一方自然有权抢夺战利品 从现在起 这里的所有东西 包括这间餐厅都归我了 之后曹炎圣把恶魔餐厅 改成了恶魔客栈 他曾在武侠小说中 看过一位隐退的高手 买下了一间客栈 并将其经营的热火朝天 他一直憧憬这样的画面 从那天起 曹炎圣白天对付 闯进客栈的恶魔积累实战经验 晚上则钻研厨艺 因为血和混战的统治者 不想让混战因为死亡而变得无聊 所以就算有人死了 他也会利用自己的全能将弃负 让恶魔们一直决斗 就这样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并且在反复经历了 听上性命的实战后 他领悟了所有习武之人 都梦寐以求的 以及技能身权合一 身权合一是想法和身体 达到完全一致的境界 动作可以变快数十倍 恶魔们也意识到 如果曹炎圣一直待在客栈里 他们是不可能打赢他的 但客栈非常坚固 根本破坏不了 于是他们便用爱德曼合金 和新鲜的石台引诱他出来 曹炎圣也选择满足他们 他感觉到自己需要某种变化 恶魔客栈既是他的避风港 也是抑制他提升境界的加速 因为在客栈里 没人是他的对手 他无需进行殊死活动 因此境界也无法提升 更得不到任何领悟 习武之人中 唯一达到一级的李小元 称自己达到的境界 是对自身能力 很有信心的境界 曹炎圣以前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可当他达到底级后 他好像明白了 以前在决斗时 他总是急于进攻 一股脑地使用内攻 然而现在的 他完全感受不到 对自己没有信心的那份焦躁 因为他现在明白了 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他比蜂拥而上的 所有恶魔都要强大 所以他十分从容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很快就领悟到了 一个一级技能移花接木 可以借力打力 之后恶魔们改变策略 因为曹炎圣擅长进战 所以他们用远程魔法进行轰炸 可攻击不但没有伤到曹炎圣半分 反而通过混元神功抵挡攻击 肉体强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获得了一级技能金刚不坏 恶魔们越是攻击 曹炎圣就会变得越强 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就这样 数百年又过去了 曹炎圣此时正准备关门打烊 今天的决斗到此为止 大家都回去了 客栈门口 无数恶魔正排着长队等着和曹炎圣决斗 客栈今天的营业结束了吗 我都等了一整天了 曹炎圣拿出一箱号牌 发给排队的恶魔 明天我会按照这个号码和你们决斗 他和恶魔们打了数百年 不知不觉已经亲近了很多 曹炎圣拿出猎人卡 这是他刚刚加入猎人协会时得到的魔法道具 只要持有者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卡中 上面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值 曹炎圣很好奇自己这几百年的修炼成果 随着内功注入 猎人卡上顿时浮现出一条条信息 猎人等级C加级 境界顶级 所拥有的技能也全部罗列其上 其中还有一个等级不明的来自世界的共鸣 曹炎圣眼中充满疑惑 话说这个技能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魔法为主流的时代 这个男人竟然选择了一门最垃圾的武功 更是成为了人类手的最接近神明的存在 就连掌控生死的圣作都迫不及待的想将他收入麾下 时隔一千年 曹炎圣再次拿出了猎人卡 他很期待这一千年来自己的实力到底提升了多少 看着猎人卡上显示的信息他十分满意 他所有的技能都是一级以上 但最先吸引他的还是混元神功 曹炎圣刚得到他的时候还只是一门第级武功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等级增长度度这么大的武功 不过也能想明白 毕竟他都在深渊里修炼了上千年了 可是最后一个技能他始终看不明白 就连等级也没有 来自世界的共鸣 此技能表示使用者已接近存在的极限 世界与之共鸣 他以为是猎人卡出故障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守卫人类圣作即将诞生的象征 可他发现 他的内功已经不再增长了 境界提升也受到了阻碍 他十分傲慢 他如今已经达到了顶级境界 人类最强的习武之人李小元也不过是这个境界 完全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 事到如今想要变强 就得找到更强大的对手 他需要一场真正的生死战斗 他正想着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这个恶魔曹严胜从没见过 刚进门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家伙的强大 离他要强上很多 根本不是之前那些恶魔可以比的 曹严胜嘴角掀起一抹无度 看来是下一个阶段的修炼要开始了 恶魔拿出一块爱德曼合金送给曹严胜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尺寸 恶魔名叫巴里高斯 是血和混战的统治者的第一位追随者 来这里是为了传达主人的提议 血和混战的统治者愿意收曹严胜为他的手下 在巴里高斯看来 曹严胜不过是一个来自地球的流浪者 肯定不会拒绝这个提议 但出乎他预料的是 曹严胜居然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巴里高斯勃然大怒 他根本想不通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曹严胜解释他已经和其他的圣座有约定 巴里高斯怀疑曹严胜是不是被骗 圣座之所以会把一些人收作手下 是因为很想得到的 而如果是另某一位圣座垂涎的存在 那么其他圣座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因此圣座会第一时间签约 即便是要在签约之前修炼 也肯定是在自己的领域中 因为放任不管被其他圣座给抢走了怎么办 在可用的手下被别人抢走之前抓住机会 这是所有圣座的共识 曹严胜却没有丝毫动摇 他表示和他有约的圣座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一切肯定都是他安排好的 随即他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进入深渊后的所有经历都讲了一遍 巴里高斯十分无语 好了 你不用再说下去了 魔力风暴是不受操控的 那是连圣座都无法控制的狂暴灾害 曹严胜顿时脸色发黑 其实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 他自己也曾怀疑过 现在的他简直要崩溃了 既然知道了真相 那他得赶快回到地球 他已经在深渊浪费了一千年的时间 不知道地球现在怎么样 可巴里高斯并不打算让他离开 恐怖的威压顿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 他的任务是将曹严胜带到主人面前 既然曹严胜不愿跟他走 那就直接将他给杀了就可以了 反正血和混战的统治者会复过他 战斗一触即发 巴里高斯略感惊讶 曹严胜的步伐很特别 速度竟然比瞬间移动魔法还要快 这是曹严胜混元神功自带的魂元步 随即巴里高斯使用血的洗礼 磅礴的血雨顿时朝曹严胜倾斜而下 血雨中蕴含的恐怖魔力正在飞速俯视他的身体 就算他施展了金刚不坏也坚持不了太久 天舞肢体和三花聚顶虽然可以快速恢复内功 但血雨的侵蚀速度更快 不过在面对这种难以对抗的强敌时 曹严胜的内心反而很平静 他将身权合一的感知发挥到极致 感受着血雨落下的节奏 随着步伐脉动 他禁闭开了所有落下的血雨 提示音也随之传来 您的武功境界已提升 获得S级技能一行换位 这个男人是一个只有C级天赋的小垃圾 并且他选择的还是最不受欢迎的武功 可他却成为了被人类奉为神明的圣族 深渊的主流技能是魔法 使用魔法的人可以从外部无线借取力量 武功则与之相反 他需要使用者从自己的身体内部提取力量 与魔法相比 武功的局限性太明显了 巴里高斯不由惊叹 见到你之后我才明白了武功存在的意义 这真是太惊人了 说着他抬手召唤出圣座赐予他的血 两人的身影化作两道残影在空间中辗转藤脑 曹炎胜打得十分憋屈 巴里高斯的实力本就比他强 再加上他将魔法附加在血腹上 比曹炎胜目前的武功要强很多 不过曹炎胜却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时隔数百年再次找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 同时他感觉到停滞的内功也再次开始提升 可即便如此 以曹炎胜目前的攻击根本破不了巴里高斯的防御 虽然他有很多技能 但基本都是辅助和防御技能 并没有强力的攻击技能 曹炎胜面色凝重 难道要使用那个吗 拳气并不是内功凝聚的终点 若将拳气凝聚至极限便能释放出强气 也就是所谓的强气功 地球的顶尖高手李小元曾成功释放出强气 但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 由于强气对内功的消耗极大 因此无法在实战中被使用 不过曹炎胜早在数百年前就超越了李小元的境界 只见他手掌内功疯狂汇聚 下一秒 一道红光陡然暴射而出 强大的力量瞬间破开了巴里高斯的树层魔法部队 巴里高斯喷出一口老血 曹炎胜眼中也满是兴奋 我居然成功了 一转眼 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半年 虽然曹炎胜用强气打破了巴里高斯的防御 但他也因内功消耗严重而无法进行第二次攻击 虽然三花巨顶和天舞之体能迅速恢复内功 但想要再次使用混元权刚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也足够让巴里高斯恢复防御 庞大的身体瞬间缩小了数倍 曹炎胜心中生起一亩不好的预感 巴里高斯之所以放弃庞大的身躯 就是为了加快自己的行动速度 接连迅猛的攻击让曹炎胜的金刚不坏技能很快被捕 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 曹炎胜也因此陷入了绝境 现在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死 他调动的丹田里所有的内功 自他来到深渊之后 还从没有把内功全部用完过 因为在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出现的深渊里 用尽内功就相当于是自杀 可现在如果还想有所保留的话 巴里高斯已经冲到面前 一道权刚陡然暴视而出 瞬间湮灭了巴里高斯的一条手臂 提示鹰也随之传来 宁已领悟混元鞭刚 已将此招式加入混元神功 混元神功得到进一步强化 巴里高斯则一脸的不敢置信 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满 无论如何都要在现在杀死这个人类 否则他将上升到自己无法触及的境界 巴里高斯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新的圣座诞生在主人的领地上 虽然内功耗尽 但曹严胜此时应对巴里高斯的攻击却是从容自如 巴里高斯惊恐的瞪大了眼睛 此时的曹严胜在他眼中 就像他的主人那样神圣强大而不可侵犯 曹严胜清空了丹田里的内功后才发现 阻碍着他的那种强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丹田里还剩下多少内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他如今的丹田就是他身体里的一个小型世界 如果他把这个世界向外扩展 那么外面的世界也就相当于是他的丹田 一连串的提示音也随之传来 你已到达超顶级境界 你已完全领悟S级技能强气功 你已获得S级技能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 来自世界的共鸣技能正在逐渐增强 世界正在等待您的呼唤 所有神明都在观看你直播是种什么体验 随着巴里高斯被曹严胜打败 提示音也在他脑海中响起 关注着这场决斗的圣作们对您产生了兴趣 容颜和岩浆之猫向您挥舞了一下前脚 异病和黑暗的先锋承诺将赐予您连到 血和混战的统治者愤怒 提示音接连不断的传来 曹严胜眉头微重 他们都在观看这场决斗吗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灌入他的体力 凝通过自胜者强得到了来自世界的力量 巴里高斯虚弱开口 人类你确实有资格拒绝我主人的体力 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个圣作说要和你签约 但是你没有必要接受那种圣作的体力 你要做的事变得更强 让任何圣作都无法小看 然后将你的名字铭刻在这深渊之中 成为圣作吧人类 说完巴里高斯便潇洒而去 曹严胜仔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在他达到世界与自身合一的超顶级境界后 他开始能感受到以前所无法感受到的东西 现在他不仅感受到了圣作们正在关注着自己的视线 和其中蕴含的压力 也感受到了他们有多么强大 他猛的握紧拳头 我也可以达到他们那种程度 只要我能变得更强一点 突然叮的一声 他收到了来自熔岩猫和异病先锋的邀请 圣作们无法亲自出动 因为圣作们都对彼此的领域无事单单 如果随意离开自己的领域 那么该圣作统治的王国很快就会崩塌 所以圣作们通常会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观察自己的手下 可以后可以成为自己手下的存在 曹严胜十分无语 感觉自己就像在网络直播一样 提示音再次响起 血和混战的统治者悬赏了您的向上人头 领域里的所有存在开始蠢蠢欲动 现在的曹严胜感觉圣作们也没什么了不起 反正他已经宣布自己要成为圣作 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 曹严胜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采访 虽然所有人都很羡慕 并希望自己能和圣作们签订契约 但实际上签约之后也有不尽原意的定义 因为自己的人生会被圣作们的规则所束缚 一举一动也都会被圣作监视 曹严胜现在才理解那个猎人说的话 一切行动都要按照圣作的规则 如果违抗了圣作 还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惩罚 所有人都羡慕那些成为了圣作审下的人 然而那些人只不过是带着光荣枷锁的奴隶 曹严胜之所以想变强 并不是为了得到强者的赏识 而是想为自己的虔诚做主 事到如今他更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圣作 对于曹严胜的这种行为 圣作们够怀心思 同时也有不少圣作向他抛来橄榄枝 但全都被他拒绝了 除了熔岩猫的一块爱德曼合金 签约是不可能签约的 但东西还是要收下 之后曹严胜不再管圣作们的消息 拿上和金锅就离开了恶魔客栈 踏上了成为圣作的征程 达到顶级境界的混元神功已是武功大成 内功的多少已经不再有益 而且炉火纯青可以完美驾驭其他武功 但曹严胜仍然像刚开始修炼那样 一次又一次的踏实认真练习混元权 提示音响起 您过着与您存在相符的生活 从而提升了您存在的力量 在曹严胜战胜了巴里高斯后 技能来自世界的共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以接近于存在的极限 世界与您共鸣 您的称号是不败的修炼化身 当曹严胜的混元神功达到顶级境界后 他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完美的 那接下来要怎样变强 从而坐上圣作之位呢 曹严胜仿佛听到世界的声音 世界告诉他 如果想要成为圣作 就要不断追寻自己的价值 提升自己存在的力量 而曹严胜所追求的价值 就是要不断地修炼与战斗 并且绝不能输 就这样 在圣作们视线无法触及的荒废之地 曹严胜依然坚持不停修炼 另外他还得到了两个与存在力相关的技能 S级的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 一强扶弱可以压制强者帮助弱者 和强大的敌人决斗时 存在的力量便会提升 自胜者强 使用者越是过着与自身存在属性相符的生活 便越能提升自己存在的力量 自胜者强会警告使用者 作为圣作应该如何生活 因为圣作是制定规则 同时也是规则本身的存在 如果异病先锋使用治愈魔法 或者血和混战统治者进行和平谈判 那么他们存在的力量就会受到打击 圣作的权势也将遭遇极大的挫败 所以曹严胜如果想使用这个技能 就要与比他更强大的敌人战斗 并且一次都不能输 这正合我意 那我就来试试看吧 他正想着 大地突然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随着轰的一声 地面突然炸开 一个庞然大物陡然出现在他面前 这个男人拥有能随心所欲改变现实的力量 他只是想速度变快 周围的时间就变慢了 他想打爆怪物的脑袋 怪物的脑袋就真的爆了 就在刚刚 曹严胜和岩石蛇时隔数千年再次重走 现在的岩石蛇不仅体积长大了不少 更是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可岩石蛇现在没有心情续久 他让曹严胜赶快逃 这里有很危险的东西在追杀他 他正说着 身后的大地突然军裂开来 一个比岩石蛇还要庞大数百倍的大家伙 猛地从地面端出 九头蛇西德拉 他是曹严胜迄今为止 见过的最庞大的怪兽 他能感觉到这家伙的实力 肯定在巴里高四肢上 感受着西德拉所释放出的魔力 曹严胜不由暗暗心惊 看来我得放弃谨慎的打法 直接使出压倒性的力量攻击才行 随即他立刻开启了一枪扶弱和自胜者枪 他眼中燃烧着战役 虽然他的技能都在要求他和西德拉战斗 但即便没有技能要求 他也同样会选择一战 随后他纵身一跃 就从岩石舌头上跳了下去 你这条该死的蛇 跟我来一绝高下吧 他抬手指着西德拉 你欺负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 不管你有多强 我都一定会让你后悟 西德拉勃然大怒 他万万没想到 一个在他眼中如蝼蚁般的家伙 竟敢挑衅他 去死吧 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家伙 我要把你碾碎 就连圣座也抵抗不住我的毒液 甚至我的气息都能将你燃烧殆尽 说着他释放出强大的杀气作用 在曹颜胜身上 可曹颜胜并没有任何感觉 他在血和混战的统治者的领域里 经历了数百年的杀戮和战斗 这种程度的杀气 对他根本毫无作用 只见曹颜胜犹如炮弹般射出 一拳就轰爆了西德拉的一个脑袋 可西德拉拥有不死在生技能 随着他的脖子一阵蠕动 很快就重新长出了一个头来 西德拉这回是真的生气了 我对你的能力表示肯定 但是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至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位圣座的手下 能抵抗住我的毒液 说着他的九个脑袋同时扬起 嘴巴也鼓得像气球一样 下一秒 他的九个脑袋同时朝周围喷射毒液 毒液瞬间蔓延周围数万公里 西德拉可不认为 这个渺小的蝼蚁 能在自己的毒液下从 就在他得意之时 一道红光突然从毒物中袭来 瞬间就轰掉了他的三个脑袋 西德拉六脸的不敢置信 为什么能承受住我的毒液 曹颜胜万毒不侵的技能 可不是盖子 他没有理会西德拉的阵击 只是感受着刚才那一击 所施展出的力量 这不是混元神功所能有的威力 而仿佛是他想要砍断 西德拉脑袋的意志变成了现实 这应该是技能介绍里说的 存在的力量产生的效果 得益于存在的力量 曹颜胜在这场对战实力 比他强大的西德拉的战斗中 不仅没有处于劣势 反而还可以单方面的拟压 但他仍然无法战胜西德拉 西德拉断织重生的速度太快 曹颜胜利用混元不踩 在西德拉的毒液上急速突进 他心里想着我要再快一点 要比现在更快才行 就在这时 西德拉喷射火焰和毒液的速度变慢 就像是时间对曹颜胜做出的回应一样 可曹颜胜拥有的技能中 并没有这种力量 随即他心头一动 抬手对着西德拉的九个脑袋 那么全部砍断吧 伴随着一阵嗡鸣声 曹颜胜化作一道流光瞬间 把西德拉的九个脑袋全部轰爆 曹颜胜轰然落地 我想要的样子 提示因也随之传来 您已领悟到存在力的使用方法 存在力是改变现实的力量 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现实 存在力是圣座们在深渊里 能够驾驭的力量 圣座们可以利用这种力量 改变深渊的形态 创造自己的王国 向自己的追随者们赐予恩宠和力量 但西德拉的灵魂中 蕴含着无比坚韧的意志 以曹颜胜目前能够操控的存在力 还无法随心所欲地挫败 并得变希德拉的意志 但他也没必要这么做 只见曹颜胜将存在力作用在强气中 强气将成为割裂希德拉灵片的锋利刀刃 和封印他不死再生技能的剧 一击得手 曹颜胜一股作气将希德拉剩余的七的脑袋 全部砍了下来 随着希德拉被消灭 一连串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您存在的力量因自胜者强和异强 服务技能得到的提升 世界逐渐与您产生共鸣 您已被一定程度的希德拉之血所禁忍 您已获得A加级技能不死再生 曹颜胜掌握了存在力的使用方法后 轻而易举就战胜了实力几次于胜作的九头蛇希德拉 然后他将希德拉的尸体分割切片 这么多新鲜的肉可不能浪费 可这么庞大的数量要怎么带走啊 这时岩石蛇给了他一个魔法道具空间口袋项链 但空间口袋的容量也有极限 没法全部装进去 于是曹颜胜便施展自己钻研了数百年的厨艺 为岩石蛇一家做了一顿蛇肉大餐 岩石蛇一家吃后实力大增 对曹颜胜非常感激 这时提示音突然响起 岩石蛇一家非常信任并且崇拜您 您作为圣座 追随您的信徒数量已增加 您的圣座之力与存在力已提升 曹颜胜能感受到岩石蛇们向他输送的力量 他现在才切实明白 圣座们为什么要增加自己的追随者 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圣座对地球感兴趣 因为地球是拥有数十亿钱在追随者的世界 而占据地球的圣座将得到足以改变深渊格局的存在力 现在他更加迫切想要找到回地球的方法 告别了岩石蛇后 曹颜胜进入了附近的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领域 他刚一进来 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手下就赢了出来 欢迎您圣座大人 我的主人想要见您 随后曹颜胜在南梦摩的带领下 来到了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住处 令曹颜胜没想到的是 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竟然是一个人类模样的小孩 原来你就是那个最近短深渊脚的天翻地覆的圣座 我一直很想见你 曹颜胜谦虚一笑 我离成为圣座还差得远了 说话间 他感觉在这个领域里总有一股魅惑的力 试图窥探并扰乱他的想法 这个一副小孩模样的圣座我们就叫他小梦 小梦解释梦想和欲望本来就是这样 凡是进入这个房间的人 就会感觉自己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梦 如果不是圣座那样的存在 是很难拒绝他赐予的这份礼物 只是曹颜胜还没有自我觉醒吧 曹颜胜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但小梦却不打算继续说下去 如果你同意与我们结盟的话 那我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曹颜胜十分意外 我以为圣座们都是独善其身的族群 没想到还有连忙 小梦哈哈一笑 你说的没错 圣座们都很自私 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 虽然避灭者们将我们供奉为神 但圣座的生活并不容易 如果圣座显露出软弱的征扎 强大的圣座们就会对其发起攻击 因此那些弱小的圣座 渴望找到可以信任的同盟 曹颜胜对此很感兴趣 有了同盟 他的内心应该会比独自克服困难更踏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 说不定能帮他找到回地球的方法 随即他问小梦加入联盟需要做些什么 毕竟他还要抓紧时间提高实力成为圣座 小梦表示只要其他圣座不攻击他们的同盟 他们就没有什么事 他可以放心去做想做的事 于是曹颜胜便答应了与小梦结为联盟 提示音传来 您已加入中小圣座联合会 圣座应该一诺千金 如果您不遵守约定 您的存在力将会受损 就在这时 旁边的草地上突然出现一场火焰风暴 提示音再次传来 熔岩和岩浆之猫挥动的前掌向您表示欢迎 并说如果您直接成为他的手下 他肯定会优待您 可您居然加入了这个小联盟 真是个傻子一样的圣座 这个男人在深渊历经上万年的修炼 终于以凡人之躯成就了圣座之位 就在曹岩盛刚加入中小圣座联合会不久 熔岩和岩浆之猫就来到了这里 他也是联盟的成员之一 曹岩盛好奇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哪些 两人却表示除了曹岩盛之外 目前只有他俩 这令曹岩盛十分无语 不过是到如今他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之后圣座喵答应给曹岩盛制作 任何他想要的道具和装备 他可是深渊里有名的铁匠圣人 小梦也送给了他一份 及武功秘笈西星大法和两块山筒 看见曹岩盛拿出来的一堆 爱德曼合金和山筒 圣座喵兴奋无比 你想要制作什么武器 这么多的材料 应该能制造出很厉害的剑和盾牌 我有信心制造出任何你想要的样式 可曹岩盛却表示他想要的是烹饪工具 我想要可以烹饪深渊里 任何食材的最强烹饪工具 圣座喵瞬间一口老血喷出 非主流去死吧 虽然十分无语 不过他还是开始了工作 之后小梦告诉他关于觉醒的事情 曹岩盛一直觉得 自己现在只是一个 刚刚踏上圣座之路的半调子 似乎还需要成长一个阶段 才能成为圣座 可小梦却告诉他 你就是圣座 只是你作为圣座 还没有领悟到自己是谁 曹岩盛身为必灭者 成为圣座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其他圣座几乎都是一出生就是圣座 就以他自己为例 他就是在梦魔们散发出的梦和欲望中诞生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作为圣座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而觉醒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接受自己成为圣座这个事实 听了他的话 曹岩盛静下心来 深吸一口气 我是圣座 随着他的话说出 一道红光突然从天而降笼罩在他身上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来自世界的共鸣已被激活 世界收到了您的呼唤 您作为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 可以使用圣座的全能 曹岩盛的头发瞬间变长 变成了精灵的白色 一双眼眸也变成了耀眼的蓝色 曹岩盛好奇的使用存在力 对一名梦魔赐下祝福 这名梦魔瞬间战力暴涨 很快就击败了眼前的怪兽 曹岩盛略感惊讶 我只用了一点存在力 就赐下了那么大的祝福 还能发送信息 一旁的小梦却十分无语 因为我们是同盟 我可以不计较 但如果是其他圣座的话 你这么做就很成问题了 手下是直接关系到圣座存在和权威的重要因素 对其他圣座的手下使用影响力 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 同时小梦告诉他 圣座的事业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周边 随即曹岩盛感受了一下 果然看到了此时岩石蛇一家的情况 小梦解释 你可以使用存在力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使用过的存在力是可以恢复的 而且圣座保有的存在力 不会超过自身的极限 所以就算省着用也毫无意义 曹岩盛私存了 这么说存在力和游戏里的魔力值差不多 圣座们既可以利用这种 全能让手下去探索深渊 同盟圣座的视野也是可以共享的 当然 如果不想让对方看见的话 也可以屏蔽 小梦提醒曹岩盛 你才刚刚成为圣座 尽量别和其他圣座发生冲突 圣座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对 手下多 存在力高的一方有力 曹岩盛自己也十分清楚 现在的他不过是处在众多圣座们的起跑线上 随后他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你对地球有了解吗 但小梦表示也只是听说过 那是深渊外一个拥有很多灵魂的行星 所以强大的圣座们都在等待通往那里的路口开启 现在的曹岩盛对圣座们的行为也终于理解 去到地球的圣座们并不会明目张胆地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为了抢夺地球而所耗力量的话 就会给其他圣座可乘之机 便宜了他们坐收渔翁之力 所以圣座们更愿意采取增加追随者的方式 不过小梦提醒他 但如果是邪恶残暴的圣座 或许就不会遵循这种规则 而是使用蛮力去霸占地球 就像曹岩盛身为不败的修炼化身 不能停止修炼 不能输给更强的敌人一样 那些存在力来源于破坏和征服的圣座们 哪怕这么做会带来损失 他们也不会停止行动 这就是圣座存在的方式 圣座不能像避灭者那样保持中立 因为圣座是达到某种极限而诞生的存在 曹岩盛拳头一握 既然如此 那我只有把最初的计划进行下去 我的目标是回到地球 这口看似普通的井 却没有一个人能把水打上来 因为提水之人的欲望越强 桶里的水就会越重 可曹岩盛却把他当作自动增重深蹲架来修炼 就在刚刚 曹岩盛成就了圣座之位 他的目标是回到地球 但小梦提醒他 如你所说通往地球的门已被打开 如果那附近的圣座们都在关注着地球的话 最好不要将你是圣座的身份暴露出来 即便他们是善良的圣座也肯定会牵制你 如果是打算抢夺地球的圣座 那他们至少会比我们强紧 而且无论是多么善良的圣座 只要他们感觉属于自己的灵魂会被抢走 那他们就绝不会退缩 而且你绝不能使用存在力 若是地球人知道地球出身的圣座回到了地球 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提高不必要的警戒心 你要混在平凡的地球人之中 低调地扩张拥戴和崇拜你的人数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庇护你的灵魂 这样的话身处地球的圣座们 可能要很久之后才会发现灵魂被抢走了 曹岩盛表示他在地球上有认识的圣座 可以把他拉入联盟 随后他将自己和天秤女神的经历讲述了一点 但小梦觉得天秤女神不太靠谱 虽然能看见未来的线索 却无法正确地预测未来 完全就是个傻缺 圣座喵则表示 以他们现在的处境还没资格挑三解四 如果他们共享预知的未来 那他们可以帮忙分析 最终几人决定将他拉入 而这个任务就交给曹岩盛 曹岩盛很好奇 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圣座时 他会有什么反应 曹岩盛并没有着急离开 因为圣座喵制作装备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所以他便在小梦的领域里进行修炼 一只梦魔将曹岩盛带到一处修炼之地 这里已经被禁止使用很久 因为在这里修炼太危险 很多梦魔都因为这种修炼而疯掉 醒悟知己 在这里可以进行从井里打水上来的简单修炼 提水之人的欲望越强 桶里的水就会越重 就算是像冥想那样摒弃心中的欲望 谁也不会因此而变弃 小梦和容颜喵都觉得曹岩盛虽然身为圣主 但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 然而下一秒 两人直接傻眼 曹岩盛居然在摒弃欲望的训练场里 利用欲望的重力做运动 两人不禁感叹 他对修炼的执着已经达到了扭曲的程度 难怪能成为圣主 曹岩盛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醒悟知己进行修炼 剩下的时间他会和阿伦尼以模拟战的方式 来进行活动性休息和战术研究 没过多久 容颜喵的制作也终于完成了 这是以铁匠著称的圣主 使出浑身解数制作而成的山童餐具套装 产生剧烈的震荡 小梦大惊失色 这把刀是铁匠圣座也练的菜刀 必须得小心使用 否则会撼动周围的领域 接下来便是测试爱德曼合金制作的烹饪道具 曹岩盛稍微使用了一点强气进行攻击 没想到这些餐具不仅能反弹强气 而且没留下一点痕迹 容颜喵自豪地表示 这些餐具比魔法防御道具还要坚固 随后曹岩盛便开始了成为圣座后的新的旅程 这次他来到的是异病和黑暗的先锋的领域 黑暗先锋察觉到了曹岩盛的进入 并对他进入自己的领域很无数 随即曹岩盛利用存在力屏蔽了黑暗先锋的探查 黑暗先锋则下令让所有的手下寻找曹岩盛 但不要和他发生冲突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要靠智慧与其抗衡 顾一会曹岩盛就遇到了一个骷髅骑士 你侵犯了我主人的领域 但我的主人心胸宽固 如果你同意来当我主人的手下 主人便会既往不救 曹岩盛呵呵一笑 是吗 眼前这个长得像一坨翔的家伙 是犹如神明般存在的圣祖 然而却被这个男人打得直接跪地求饶 离开小孟的领域后 曹岩盛便来到了最近的异病和黑暗的先锋的领域 异病先锋以为曹岩盛还没有觉醒 所以打算把他骗过来当他的手下 曹岩盛可不吃这套 开始在四处狂轰乱炸 快出来 你身为圣祖 连自己的领域都无法守护吗 小孟荒的一批 像统领王国的终极圣座宣战是一种很鲁莽的行为 但曹岩盛却表示他想回归自己的本心 在他来到深渊后 还从未有一刻成为过绝对的强者 身为脆弱人类的他 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 独自在敌对的领域里挣扎 他因为害怕那些古老的圣座们而隐藏了自己的行作 躲到了圣座们事业无法达到的中立地带 我失去了自己的本心 如果我要作为一个圣座活着 那我就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就算要跟异病先锋决一死战也无损 即便对方是圣座 我也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本心 面对曹岩盛的挑衅 异病先锋很快就现身了 可异病先锋却陷入了沉思 他觉得曹岩盛比预想更疯狂 这个比自己弱上很多的圣座 为什么要挑衅自己 你如果在决斗中输掉的话 就会立刻灰飞烟灭 但就算我赢了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这也算一种损失 而我要是输了 肯定会被你抢走很多东西 那也是一种损失 但如果我不接受这场决斗的话 我作为圣座的威信和名声 就会受到重创 这与我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修炼的化身 你究竟为什么敢挑衅我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曹岩盛就已经冲了过来 虽然这场决斗是曹岩盛挑起的 但他并没有掉以轻心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和圣座决斗 我和他的存在力差距太大 得用尽全力速战速决才行 如果打持久战的话 我肯定会输 想着 他附加了存在力的强气一拳轰出 异病先锋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打了炸锚 这是他诞生为圣座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的痛 包括异病先锋在内的所有圣座 几乎都没有经历过 这种直接肉搏的决斗 曹岩盛可不打算 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我的攻击奏效了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接着一套连续混元拳 直接呼在异病先锋的脸上 异病先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曹岩盛可不敢大意 他该不会是为了使出什么隐藏招式 而在故意装弱吧 异病先锋被一炮子狠狠砸在地上 曹岩盛正准备继续进攻 却只见异病先锋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投降 求你住手吧 曹岩盛问了一下 然后又是几炮子呼在他脸上 你这种小把戏可骗不了我 异病先锋简直欲哭无泪 我的领域和我的手下们现在都属于你了 我赌上我的真名发誓 求你别再打我了 容颜瞄解释 异病先锋赌上真名发誓不可能是王化 如果圣座被打得很惨的话 就差不多是投降了 曹岩盛十分无语 在他看来圣座怎么可能会投降 提示音传来 异病和黑暗的先锋 以自己的真名为视像名投降 异强扶弱和自胜者强技能已启动 您的存在力大幅提升 曹岩盛心中百感交集 我能跟圣座决斗 我的武功对圣座们也起作用 忽然 他看到了整个领域中的所有场景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的新王国和每一位手下的存在 不过曹岩盛实在是无法接受 这些恶心的存在 我不需要这个王国和手下 还是由你来管理吧 看着曹岩盛离开的背影 异病先锋再次陷入混乱 圣座之间的战争是赌上一切的危险挑战 因为圣者可以夺走一切 并且获胜的圣座为了防止败者东山再起 让败者完全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容颜瞄表示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圣座收其他圣座为手下的 之后曹岩盛来到了 终极圣座倒转时针者的领域 但这次却没那么容易 倒转时针者在听说了 邻居异病先锋被打败的消息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次曹岩盛需要独自对战 一位圣座极其率领的所有手下 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200年 最终以曹岩盛获胜告终 接下来是终极圣座深海里的声音 在进行了接近150年的决斗之后 曹岩盛又赢了 此时说话的是 终极圣座猖獗的囚道者 无败的修炼化身 真是太凶残了 你以为圣座们会对你的 肆意妄为袖手旁观吗 我现在已经与 熔岩盛和岩浆之猫达成联手 你敢受到我们同在的力量吗 熔岩喵向曹岩盛打了个招 熔岩盛一脸坏笑的竖起大拇指 于是在熔岩喵的帮助下 这场战斗仅用6小时就结束 在曹岩盛开始流浪之后 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这期间他遇见圣座就与其决斗 遇见怪兽就将它们吃掉 就这样反复地吃饭 决斗 这样下去我要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地球呢 他正胆态着 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扇传送门 深渊里随机出现的门 对于曹岩盛来说 是与新的对手见面的同道 他缓缓起身走向传送门 可这一次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青山绿水 他眼中有点不敢置信 难道我真的回到地球了 这只狼的实力堪比终极圣座 行星也只是他的狗粮 然而在这个男人面前 也只能乖乖当天狗 自从觉醒之后 曹岩盛便开始了深渊流浪之旅 在不停的战斗中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上万年 然而这一次出现在他眼前的 却是一片青山绿水的景象 可当他进入城镇后 发现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哥布林 熔岩喵告诉他这里不是地球 应该是哥布林行星艾佩斯 这里距离深渊很近 所以出现传送门的频率很高 因此艾佩斯的哥布林们 很早就开始对抗深渊里的怪兽 但终究也仅限于普通的怪兽 此时看着从传送门里出来的 庞然大物吃行星的兰阿卡佩里 哥布林们顿时陷入了绝望 作为艾佩斯的国王 也是艾佩斯最强的魔法师 欧达伊坤首当其冲赢了上去 艾佩斯的末日已经到来 身为国王 我绝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 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 曹岩盛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来到阿卡佩里的头顶 阿卡佩里的战斗力 相当于终极圣族 只是因为他的存在没有特定属性 所以才不是圣族 曹岩盛明白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 于是上来就使出必杀技 无数蕴含了存在力的强气 犹如暴雨般朝阿卡佩里倾泻了下 只听见一道污名声 阿卡佩里瞬间被秒杀 曹岩盛的存在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每次与圣族或与其相当的怪兽战斗 曹岩盛都有一种违和感 那就是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 落到了让人荒谬的场合 容颜喵解释 那是因为他们自诞生来就太过强大 所以缺乏与同一水平对手战斗的经验 欧达伊坤十分感谢曹岩盛拯救了他的王国 表示将奉他为主人 并将埃佩斯王国交由他支配 由于手下数量的增多 曹岩盛的圣族之力和存在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并且觉醒了圣族全能宣布不败化身的领域 同时品格晋升成了终极圣族 随后曹岩盛便打算离开 但欧达伊坤执意要跟随他 曹岩盛拿他实在没办法 而且他从欧达伊坤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魔力 这样的实力放在地球也是屈指可数的强者 于是他便答应带着欧达伊坤一起流浪 解决了三只比阿卡佩里还要强大的怪兽之后 空间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魔力风暴 曹岩盛正准备乘着魔力风暴去其他地方时 眼前的魔力风暴却忽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地下城的传送门 地下城是深渊的一部分空间在特定的规律下 与其他场所相连时出现的空间 因为地下城里会有深渊的怪兽出没 所以若是放任不管 怪兽们就会冲出外界肆意破坏 此时地球上的暗国内幕为沙漠 联邦地下城管理厅已经将此处完全封锁 此次的地下城名为迷惑的魔镜 入场人员限制为食人 难度是C减级 自从深渊的怪兽和魔力流入地球后 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怪兽的强大魔力凝聚的核 是比人类使用过的任何资源 都要纯净高效的能源 和以外的副产品也同样对人类十分有用 这些来自深渊的礼物 为人类开启了材料和生命工学的全新天杖 帕克家族也趁此机遇飞速发展 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庞大的深渊产业大火 而此次前来攻略地下城的是卡内斯猎人战队 队长便是帕克财团第二代董事长的小儿子里查德帕克 随着一行人进入传送门 令人绝望的一幕却发生了 只见传送门突然爆发出恐怖的魔力 原本只有身高大小的传送门瞬间变大数百倍 恐怖的魔力不停四散开去 这俨然是一级地下城才能有的魔力波动 而身处地下城中的卡内斯战队对此却完全不止 理查德正带队悠闲地走着 一名队员突然惊恐地指着一个方向 只见无数长相争鸣的怪兽正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深渊流浪了上万年 陶炎圣终于遇到了地球人 就在刚刚卡内斯战队进入地下城后 这个地下城突然发生一遍 C级地下城竟然变成了一级 可理查德一行人却浑然不知 没过多久他们就遇到了几只食尸鬼 但他们根本不屑一步 这种怪物二阶魔法就完全可以应付 可过了一会他们发现 这些食尸鬼正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 根本杀不完 队员们由于连续使用魔法 都陆续出现了魔力眩运症 就在他们被食尸鬼大军团团包围的时候 地下城的另一边 曹炎圣和欧达伊昆也出现在了这里 曹炎圣让欧达伊昆去探查一下这个地下城的情况 因为欧达伊昆会使用飞行魔法 而且他的视野也可以和曹炎圣共享 欧达伊昆发现了一堆奇怪的东西 曹炎圣让他靠近一点 看清地面上的物品 曹炎圣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同时欧达伊昆也发现了数千只的食尸鬼大军 欧达伊昆准备在曹炎圣面前表现一番 只要施展一次七阶广玉魔法 就能将这些食尸鬼全部干掉 可曹炎圣却急忙阻止他 既然食尸鬼们围成一团 那肯定是有人被包围了 曹炎圣立刻朝那个方向赶过去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那些人很有可能是地球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曹炎圣让欧达伊昆使用变身魔法 变成地球人的模样 他自己也将头发变成了觉醒前的眼色 曹炎圣在这些食尸鬼中并没有发现棒子 欧达伊昆解释 他们可能是一种叫塔伦怪兽的一部 在深渊里也被叫做食尸鬼 卡伦是由数千只食尸鬼组成的群体型怪兽 对于食尸一般的人来说 只能被这庞大的数量拟压 但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人来说 这些怪兽简直微不足道 理查德一行人已经在这个建筑里困了一个月 食物也已经全部吃完了 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这个地下城限制的人数是十人 他们有九个人 即便救援队赶到也只能进来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解决掉如此庞大数量的食尸鬼 队员们将责任全部推到了 实力最强的理查德身上 并让他打头阵带他们冲出去 空的一声爆开 曹炎胜和欧达一坤走了进来 曹炎胜开口 请问你们是从地球来的吗 众人顿时激动无比 他们以为是救援队来救他们 胡子哥却连忙大喊 全员做好战斗准备 地下城的入场名额只剩下一个 怎么可能进来两个人 曹炎胜十分无奈 他表示他们是从深渊来到这里的 连接地球与深渊的通道刚被打开时 不少人被卷入其中 这些人被称为深渊失踪者 虽然大部分都永远无法再回来 但也有特别走运地重新回到了地球 理查德突然想到什么 等等 外面那些实施鬼呢 曹炎胜表示已经被他们干掉了 他急忙将欧达一坤推上前 我这位朋友是很厉害的魔法师 曹炎胜还记得小梦和熔岩喵告诉他 回到地球后要低调地扩增自己的追随者 在听到曹炎胜说他是习武之人后 众人更是震惊无比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习武之人 曹炎胜一脸猛逼 急忙询问现在的时间 令他没想到的是 他已经在深渊里流浪了30年 随后众人便离开了建筑 这个地下城的实施鬼是群体型怪兽 也相当于是Boss 只要消灭了所有的实施鬼就可以离开了 但是刚才他们来的时候跑掉了几只 曹炎胜两人救出理查德一行人后 便开始四处寻找逃掉的那几只实施鬼 只要消灭了所有的实施鬼就可以离开地下城了 与理查德反目的C级猎人们开始和欧达一坤套近 他们需要找一个能带领他们进入高级地下城 获得战力品的强者 欧达一坤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厌恶 曹炎胜则十分郁闷 明明自己更强 为什么他们不来和自己套近乎 理查德解释因为他是习武之人 自曹炎胜进入深渊后 多个国家连续爆出猎人等级造假事件 李小元作为全世界习武之人的精神象征 但实际上只有B级水平 之后人们都说习武之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一级 因此有不少人放弃了习武 拜师学武的人和教授武功的地方全都消失了 曹炎胜内心十分崩溃 他一直以来都是把李小元当作标榜的 随后他询问俩人在他进入深渊的期间 有没有发生其他圣座突然入侵地球的事情 两人回答确实发生过 在2011年 也就是曹炎胜进入深渊的两年后 一个传送口突然出现在地球上 那个传送口不同于任何一处地下城的入口 从里面出来的怪兽不像地下城里的那些毫无理智 而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他们的目的是占领地球 并将地球上的灵魂献给他们的圣子 但后来人类击退了怪兽军队 各国政府调动了地球上的所有猎人 最终停息了那场战争 曹炎胜两眼一番扑通一身跪倒在地上 这不就代表没什么需要我去做了吗 那我在深渊中奔波的意义何在 难道天秤女神真的预知错了 可小梦觉得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 那可是圣座们发动的战争 就算所有的避灭者联手 恐怕也很难做到 对于圣座来说 地球的猎人与蝼蚁无异 即使数量再多也根本够不成威胁 曹炎胜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追问当时人类击退怪兽的细节 胡子哥表示这都是多亏了地球上的 其他圣座出面递结了蒙约 小梦一听就明白了 如果是这样就说得通了 因为就算圣座想要发动战争 也是赐予手下力量让他们代为出战 像曹炎胜这种亲自上阵的圣座算是特例 因为这样一来对方的圣座也得现身应战 所以休战的真正原因是 原有版图因为新来圣座的入侵而有所改变 但最终还是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 为了避免全面战争 新来的圣座只好妥协 虽然他们很想独占所有的灵魂 但却不愿为此亲自上阵或丧失得力的手下 一阵失落感顿时涌上曹炎胜心头 那这样一来岂不是没有什么事了 我在深渊修炼那么多年岂不是白费功夫 小梦表示并非如此 这件事不可能那么轻易结束 休战带来的和平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深渊中想要入侵地球的圣座数不胜数 一定要小心后来的圣座 因为他们不会遵守现有的协议 如果失态恶化 那么地球就会沦为数个圣座绝逐的战场 同时他们提醒曹炎胜 想要在地球上隐藏他的真实身份 仅仅是掩饰存在力是不够的 倘若身为修炼化身的他没有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那他就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随后曹炎胜询问了一下 从深渊回到地球的人会被怎样对待 胡子哥表示会做一些身体检查和调查询问 还有确认有没有和邪神圣座签订契约 在邪神圣座对地球发动战争后 大部分国家都禁止了人们与他们签订契约 地球现在的情况曹炎胜已经了解的差不多 他很好奇这几个猎人的实力 于是让欧达伊昆探查一下 容颜喵见状顿时气急 圣座即便不使用魔法也能掌握对方的情况 而且这种小事根本不需要使用存在力 随即曹炎胜按照容颜喵所说使出圣座之言 理查德的数据顿时一目了然 这是一项探查对方情报的能力 等熟练之后还能看到更多的情报 欧达伊昆很快就消灭了所有的实事鬼 地下城也随之传来提示 地下城迷惑的魔镜已被成功攻略 地下城即将关闭 曹炎胜心中百感交集 我终于要回到地球了 令曹炎胜万万没想到 他流浪万年回到地球后 发现自己曾经所在的战队队长 竟然已经成了世界顶尖的S级猎人 就在刚刚 随着最后一只实事鬼被消灭 地下城迷惑的魔镜也成功被攻略 在一阵金色传说后 曹炎胜一行人出现在了空地上 曹炎胜抬头看向天空 心中感慨万千 时隔万年 我终于再次看到了地球的天空 关于实事鬼王塔伦的存在 地球上显有人知 因此这群人成功攻略一个 以及地下城的事实 就这样淹幕无闻了 之后曹炎胜按照程序进行了身体检查 工作人员对他爱搭不理 却对欧达伊坤十分热情 这让曹炎胜十分不爽 这是习武之人永远无法享受到的 魔法系高级猎人的待遇 接下来是调查是否与邪神圣座签订过契约 写一段话侮辱圣座狂气与血之战士 虽然有些幼稚 但这确实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 因为和圣座签约的手下 绝对不能侮辱自己的主人 这是能够找出与邪神圣座签约之人的 最准确的办法 最后一项是魔力测试 离开地球三十年 如果想好好发展的话 等级得比三十年前高一些才行 在深渊中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挑战强敌 但地球不一样 在这里很难获得那种机会 只有B级猎人才能拥有 晋升为一级猎人的机会 他想按照计划成为英雄 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就必须在进行等级评定时 尽最大可能提升自己的等级 等级评定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欧达伊坤在刻意隐藏之下是B级 曹炎胜等以为自己至少也应该是B级 可没想到竟然还是C加级 这令他十分不紧 不过他一时也想不明白 之后理查德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邀请曹炎胜俩人到自己家里居住 毕竟曹炎胜刚刚从深渊回来 居无定所 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 一辆超跑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只见一个全身挂满大金链子的大叔 从车上走下来 曹炎胜一眼就看出了这人的不同寻常 他的实力比普通猎人强大 见到来人 理查德惊讶的话都说不清楚 您是S级猎人锦龙皇吗 锦龙皇只是随意和他说了两句 便禁止走向曹炎胜 炎胜没想到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 曹炎胜一惊 你是队长锦龙哥吗 2011年 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了多起邪神圣座入侵事件 S是也未能幸免于难 S是所有的猎人战队都加入了战斗 最强至尊无上战队的队长黄锦龙 是那场战争中表现最出色的猎人之一 在那场危机中英勇奋战的猎人们 被政府授予英雄称号 但H过给予英雄的待遇却让人非常心寒 所以他移民去了安博 曹炎胜十分好奇 自己这个队长现在到底是什么帝文 竟然连财阀家族的儿子都对其毕恭敌敬的 黄锦龙表示他现在住在猎人之秋 是要是地价最高的富人区 随后黄锦龙让司机别去帕克家了 直接送他们去他的府邦 曹炎胜看着城市中繁华的景象 不经感慨万千 而是被称作天使之都 在平息入侵战争后 获得财富与名誉的猎人们开始在此定居 这些猎人战队的相关人员 想要加入战队的猎人们 还有以猎人为交易对象做买卖的人 也纷纷聚集在此 于是这里变成了目前地球上猎人最多的城市 黄锦龙来到暗国之后 就要求暗国政府 必须在第一时间将深渊生还者的消息告诉他 但凡漏掉一个人 他就立刻移民去其他国家 很快众人便来到了黄锦龙的府邦 外面有无数猎人正在排队取号 曹延胜对此十分不解 黄锦龙得意一笑 当然是为了见我一面了 他们想来我这里寻求机会 之后再慢慢和你解释 回到住宅 黄锦龙立刻叫来了所有秘书 赢去给我找最好的家教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常识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课长 全都给他安排上 这个男人是全世界仅有十位的S级猎人之一 向来呼风唤雨的他 却心丹情愿当曹延胜的小弟 此时看到黄锦龙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曹延胜不禁感慨 他那个曾经傻乎乎的队长 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容颜妙却表示这样正好 可以将他收为手下 可曹延胜却迟疑了 他在这三十年来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 确实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但也正因如此 曹延胜更不想让他 卷入圣座门的争斗中 但他还是决定将自己 成为圣座的事情告诉黄锦龙 至于是否收他为手下又在说 我去深渊是为了保护地球 但黄锦龙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这也在曹延胜的预料之中 随即他让黄锦龙和自己决斗一场 黄锦龙也很好奇 自己已经是地球上最顶尖的S级猎人 如果曹延胜真的已经成为了圣座 那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地位 由于是在内部世界中 并不会伤害到本体 而且曹延胜必须限制实力 因为内部世界根本承受不住圣座的力量 所以曹延胜也能放心的和黄锦龙交手 只是数个回合 黄锦龙就被曹延胜暗倒在地位 最终黄锦龙也相信了曹延胜成为圣座的事实 但他疑惑曹延胜既然都成了圣座 那从他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吗 曹延胜表示 他原本是想请他帮忙了 随即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迈向黄锦龙解释了一点 虽然圣座们签订了休战协议 但那也不过是权益之计 新的圣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来 那些签订了协议的圣座们也肯定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眼下其他圣座在地球上已经收了许多手下 而我现在才刚刚请 各方面都处于劣势 黄锦龙打断他的话 等等 刚才你说原本想请我帮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现在不要我帮忙了吗 曹延胜微笑道 你现在正享受着大好人生 我不想拉你下水 听到此话 黄锦龙顿时羞愧的面红耳赤 同战队的弟弟为了保护地球 在深渊中漂泊了上万年 而身为队长的我却一直在想清楚 想着他一拳砸在地面上 既然我都说要帮你了 你就应该爽快地答应 而且以你现在的近况 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眼看黄锦龙没有丝毫退缩 曹延胜十分欣慰 没有看错这个大哥 那就请你接受我的提议吧 下一秒 一个提示框出现在黄锦龙眼前 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想 将您收为手下 虽然黄锦龙心中感觉有点别扭 但还是接受了 没想到我这个队长 现在竟然成了队员的下级 随后曹延胜把自己的计划 告诉了黄锦龙 我的计划是隐藏好圣座的身份 然后在暗中招揽更多的手下 如果出现要和其他圣座交手的情况 我必须得有自己的手下才行 而想要招揽到手下 就必须要有一个最强猎人的身份 最强猎人是当国家领土内 出现了极地下城市 该国政府会无比恭敬请来的猎人 同时也能获得无数人的信任和敬仰 于是黄锦龙提议他参加六星联盟 和终极猎人锦标赛 那是一种在用魔法构建的 内部世界中战斗的竞技 是当下人气最高的一种竞技效果 但曹炎胜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紧 构建内部世界的魔法 是圣座们常用的魔法 而人类竟然会用这种魔法 并且用来进行竞技 容颜瞄猜测 有可能是圣座们想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圣座对战 圣座对战是一种 圣座们各自派出手下进行对决的战争 像六星联盟和终极猎人锦标赛 这样的猎人运动 很有可能是圣座们有意诱导而成的 因为这样有助于 他们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 随即黄景龙表示 会把曹炎胜送到 专门培养精英的战队里 要是发现资质还不错的人 就直接将他培养成手下不就行了 可问题又来了 曹炎胜目前的评级是C加级 根本不可能进那种战队 所以当物知级是提升猎人等级 刚好一周之后 就是猎人锦标赛的预赛 将S级猎人黄景龙收为手下后 曹炎胜便按照计划参加了猎人锦标赛 他此次参加的是C级联赛 随着曹炎胜进入内部世界 提示音也随之传来 您要限制自己的力量 否则内部世界会崩塌 随即曹炎胜把自己的力量 压制到了内部世界 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提示音再次传来 如果您在内部世界中 在力量被限制的情况下战斗 您的存在力将会得到提升 曹炎胜心中一喜 没想到参加猎人锦标赛 还能提升存在力 由于曹炎胜是深渊生还者 并且还是武功使用者 所以备受关注 这年头已经没有任何猎人使用武功了 光头是第一次对战武功使用者 他计划先使用浮空魔法拉开距离 然后再用远程魔法风筝曹炎胜 随着裁判宣布开始 光头纵身一跃就跳上空中 就在他得意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时 曹炎胜的拳头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光头直接被一拳砸在了内部世界的屏障上 一拳秒杀 全场瞬间沸腾 曹炎胜还有点难以相信 这就结束了吗 赢得也太简单了吧 曹炎胜第二场的对手 是一名远程和近战都擅长的猎人 可仍然没有碰到他一根汗毛就被一拳解决了 虽然这只是C级预赛 但每场都一招拿下对手 这就很牛批了 曹炎胜的表现很快就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但他今天的对手中 还有一个来自斯蒂里科兰德战队主推的新人 大家都认为曹炎胜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但直到预选赛结束 不管对手是谁 曹炎胜都是一招解决 他不出意外地取得了预选赛冠军 同时他也受到了数个圣座的关注 圣座们很快就找上门来 曹炎胜丝毫不给面子 狂气与血之战士 我不会跟你这种家伙签约的 快滚吧 黄战士听后勃然大怒 但暂时拿曹炎胜也没有办法 只能信信离开 别的避灭者肯定是不敢这么做 但曹炎胜迟早是要和他们开战 所以他认为没必要对他们毕恭毕敬 之后黄锦龙打听到 曹炎胜的等级评定是安比普斯战队在高管 所以当时他从深渊出来时 仍然评定是C加级 于是他又重新找人鉴定 但评定官给出的等级却是B减级 黄锦龙对此是愤愤的 你没长眼睛吗 B加我都觉得差点意思 评定官解释评级不单单是看魔力值 还要看实战能力 只能先从B减开始慢慢提升 通过预选赛后 曹炎胜现在已经是职业选手了 黄锦龙表示会把他送进伊卡鲁斯战队 那是全部由达到B级的年轻人组成的战队 是一个专门培养精英猎人的战队 随后黄锦龙又送给了曹炎胜一柄常见月印酒消 那是他在携神圣坐入侵时偶然得到的一级绑剑 之后他更是安排了自己的女儿阿依内给曹炎胜当经理人 一流经理人会对猎人进行分析 确认猎人的能力水平 寻找能使猎人变强的方法 而阿依内则是最顶尖的超一流经理人 他提醒曹炎胜 伊卡鲁斯战队里的疯子可不少 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曹炎胜有多残忍 进入战队的第一天 就把队里唯一一位女队员打成了猪头 在黄锦龙的安排下 曹炎胜顺利进入了伊卡鲁斯战队 第二天上午 曹炎胜很早就来到了伊卡鲁斯战队的训练场 只见一个金刚巴比正在用两吨半的杠银做训练 看身材应该是一名力量型猎人 见到曹炎胜进来 他主动过来打招 你是新来的猎人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伊丽莎白古提雷兹 曹炎胜也礼貌地和他握手 只见伊丽莎白嘴角一条 右手陡然发力 曹炎胜感受到手掌上传来的力量 脸上也是掀起一抹弧度 下一秒 伊丽莎白猛地抽回手掌 他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力气比我大的人了 你也是近战型魔法师吗 曹炎胜回答自己是武功使用者 伊丽莎白眼中的震惊更浓了 没想到我竟然能见到B级武功使用者 随即他眼中燃起战役 我属于那种只要有用 就什么都会学的类型 在离怪物很近的时候 没有这些技能会很难办呢 他还是猎人锦标赛B级联赛的第十九 曹炎胜没有说话 这算很厉害吗 说着伊丽莎白转身朝外面走去 让我来看看武功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吧 跟我来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训练大厅 这里已经来了数位战队的猎人 伊丽莎白向众人介绍了一下曹炎胜 然后两人便走上了擂台 伊丽莎白伸手握住身后的巨剑 你准备好了吗 曹炎胜脸上掀起一模糊涂 我看你似乎对武功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那我就先教你一招吧 在对付武功使用者时 绝对不要靠近对方 话音落下 他已经一记混远脚 朝伊丽莎白的面门踢了过去 伊丽莎白大惊 连忙将巨剑横在身前挡下攻击 然后一个后跳拉开距离 曹炎胜略感惊讶 反应还挺快 不管你施展魔法的速度有多快 应该都比不够武功使用者出招的速度 说着已经连续踢出竖脚 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 那我要是只用魔力攻击你呢 说着携带着魔力的巨剑 疯狂的劈砍向曹炎胜 曹炎胜边躲避攻击边撕损着 作为魔法使用者来说 他的攻击速度的确很快 要是把他收为手下应该很不错 想着 他一记混远脚踢在巨剑上 伊丽莎白直接被踢得倒退开去 好强的力量 伊丽莎白一脸的不敢置信 你是怎么击中我的 我刚才明明已经启动了魔法呀 因为我使用了巧蜜 这跟只是用魔力强化肌肉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伊丽莎白冷哼一声 猛地从地上跳起来 我的攻击还没截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曹炎胜已经一炮子甩在他的脸上 接着又是一套连续普攻拳 怎么样 这下对武功应该有所了解了吧 曹炎胜心想 等给他解释完和为武功后 我就把他收为手下 看着伊丽莎白亮亮呛呛的样子 曹炎胜眉眉毛一条 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可伊丽莎白眼中却燃起了汹涌的战役 再来一次 只听见砰的一声 伊丽莎白直接被打得睡在地上惨叫连连 曹炎胜淡淡开口 现在够了吧 伊丽莎白立刻从地上翻起来 眼中充满倔强 再来一次 曹炎胜饶有兴趣的 你该不会是想打到赢过我为止了 那你可就找错人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充满认景 执着于胜负的对手 之后便只听见擂台上不停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伊丽莎白跪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那个 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 曹炎胜脸上掀起一抹阴森的笑容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软弱的话 现在才刚刚开始 来 我们继续 今天我要好好修炼一下 对练结束 伊丽莎白直接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 好久都没进行过这么累人的对练了 曹炎胜开始准备切入正体 感觉如何 有没有对武功产生兴趣 刚加入B级猎人精英战队 直接拒绝了他 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向敌人学习 在我们碰面的时候 我还是会正常的跟你打招呼 但我绝不会接受你的帮助 听明白了吗 曹炎胜十分无语 他本以为十拿九稳了 可没想到第一次招纳手下就碰病了 原来招纳手下是这么困难的事 第二天是伊卡鲁斯战队的训练人 战队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了训练馆 帕克家族的里查德也是战队成员之一 战队的教官是一名一级猎人 名叫欧尼斯特 只见欧尼斯特手中蓝光汇聚 接着手掌猛地高举过头顶 一条条魔法连接线将两名队员连在一起 令曹炎胜无语的是 自己竟然和那个自恋狂安图尼分在了一组 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同伴是谁了吧 那就开始吧 说着他使出高级幻影术 一个个魔力漩涡出现在他身后 下一秒 竖头体型庞大的飞龙从漩涡中钻出 飞龙乃是B级以上的强大怪兽 队员们一个个都吓傻了 曹炎胜则一脸淡然 欧达伊昆更是还在打手机游戏 欧尼斯特双眼微眯 新成员并没有因为飞龙的出现而动摇 董事长推荐他果然是有理由的 随后他大手一挥 大家开始躲避飞龙的攻击吧 安图尼斯考着战术 以我的魔法实力 就算他们的气息攻击范围再大我都能避开 想着 他立刻使用三接魔法哈沙斯的加速朝旁边跑去 曹炎胜一惊 这家伙在干什么 我们被魔力连接在一起 他去哪里我就会被拽到哪里 也太乱来了吧 于是他一个闪身来到安图尼身后 直接点穴封住了他的行动 然后一把抱住他躲开了飞龙的攻击 一名教官不敢置信地看向欧尼斯特 武功的速度本来就那么快吗 欧尼斯特眼中流露出几分赞赏 在移动和躲避方面 武功确实比魔法强 那个人是我见过的武功使用指中步法最出众 除了技能威力和等级之外 他在其他方面也很厉害 像他那样的猎人 在实战中的表现一定会比现在更强 我算是知道董事长为什么喜欢他 安图尼气急败坏 在干什么 竟然不按我的指示行动 曹炎胜蛋蛋的 你的动作太慢了 不一会儿 欧尼斯特打了一个响指 这一轮的训练就先到这里 立刻开始下一轮 曹炎胜贴了一眼脚下 这次是在下面啊 随后他又给安图尼来了一套点血服务 你太慢了 然后抱着他纵身一跃离开了原地 他们刚跳起 地底就冒出了一只巨型怪兽拉伊特 拉伊特是B级以上地下城里 才会出现的可怕怪兽 队员们忍不住骂倒 又是飞龙又是拉伊特 这也太过分了吧 欧尼斯特沉声喝倒 你们要是连这点状况都应付过来 就没资格被称为猎人 曹炎胜却十分满意 像伊卡鲁斯这种等级的战队 就该进行这种强度的训练 我对那个教官太满意了 这一轮的训练结束 一个黑人小哥走了过来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是怎么知道怪兽会从地下出来的 曹炎胜回答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小黑忍不住赞叹 这就是武功的威力吗 曹炎胜眼前一亮 你感兴趣吗 要不要我教你 战队的训练项目接连不断的进行 之后是三人一组的躲避战 然后是防御魔法训练 以及在同伴中了幻影魔法的状态下 将其制服的训练 准备运动就到这里 休息一下开始地下城攻略环节 曹炎胜好奇 我们真的要去地下城吗 小黑解释 是通过内部世界模拟的地下城的情景 曹炎胜好奇地探查了一下小黑的数据 没想到他还挺厉害的 不过想要说服他当我的手下 必须得了解他的技能信息才行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 有点麻烦了 小黑似乎对武功很感兴趣 我小时候特别痴迷武功 可那时候第一代武功使用者几乎都隐退了 根本没有地方能学武功 曹炎胜露出一副邪恶的效率 很好 既然你这么想学 那我就教你吧 他在心里盘算着 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实力 然后借此机会慢慢提升武功的威望 小黑按照曹炎胜说的方法 蹲了半天 马步也没有感受到体内的任何气息 曹炎胜疑惑 你们魔法使用者强化身体的时候 不是会使用魔力吗 小黑解释 我们不是将自己体内的魔力使出来 而是吸收周边的魔力为自己所 曹炎胜有点想不通 原来你们是用这种方法呀 也太难了 其实只要让自己的魔力不断流动就可以了 小黑无语 对我来说你的方法更难 随后曹炎胜双手按在小黑的背上 你先慢慢来吧 要是控制不好 我就用内功帮你控制 随着曹炎胜的内功灌入小黑体内 曹炎胜居然领悟了一个新技能魔力之心 可用魔力代替内功施展武功 小黑也获得了技能魔力一击 可用魔力代替内功施展该技能 小黑十分兴奋 我成功了吗 这真的好神奇啊 这给我平时出拳的感觉截然不同 曹炎胜却不太满意 虽说能将魔力当作武功使用是件好事 但他的技能等级实在太低了 欧尼斯特的声音响起 休息时间结束 尽可能安全快速地完成攻略 看着一个个斗志昂扬的队员 曹炎胜略感好奇 小黑解释 在我们战队里 只有进入一组的人才能参与实战 而想要进入一组就得在训练中表现优异 分组信息很快变出来 看到小组成员名单 伊丽莎白十分头疼 我还从没被挤出过一组了 这次的训练真是太令人担心了 今天的曹炎胜十分无语 第一次参加战队训练就要和这个自恋狂组 他甚至还想担任队长 但曹炎胜根本没兴趣跟安兔一争夺 随后转过头就问起旁边人 这家伙到底什么实力 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全能选手 可远程攻击又擅长近战 还拥有几种稀有技能 但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曹炎胜立马开始扫描他的实力 此刻的曹炎胜不仅能看到属性面 还能看到他的技能信息 毕加急的精神保护和自我陶醉 就在这时 归特克朝着曹炎胜走了过来 他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这个人的眼里只有钱 和谁有利益就选择和谁交往 但他却是非常珍贵的治愈魔法师 和他联手肯定会得到许多帮助 但曹炎胜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 对归特克一点面子也没给 三言两语就将他打发走 转眼试炼的场地开启 一行人来到地下城的修炼岔口 这次任务是最短时间攻略地下城 每个人准备了两周的补给品和口量 队长安图尼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 伊丽莎白顿时和他吵了起来 最前面的人遇到突袭需要近身肉火 本应该让擅长近身战的伊丽莎白走在最前面 但安图尼认为自己实力更强不需要他 并且让身后的人在后面扶住他 可就在几人争吵间 曹炎胜已经冲了出去 并且让后面的队友赶紧跟上他 众人顿时被这种操作惊呆了 安图尼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要和曹炎胜比拼一下 于是便使用魔法追了上去 曹炎胜拔出月印九霄剑 将前方的变色龙斩杀殆尽 这可给脑子不好使的安图尼气得半死 但他们只能快速跟上曹炎胜的角度 他斩杀怪兽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留下满满一地变色龙的尸体 安图尼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此刻他要拿出真正的实力 和曹炎胜真正较量一番 这两个疯子飞快朝着地下城深处飞奔 而在另一边的观察室中 教官认真看着监控里的队伍 这一组人全员打了鸡血一般直面怪兽 并且六人在一起配合得十分默契 无时无刻都在布置作战计划 这一番操作给观察室里的教官惊呆了 监控里只能看见满满的怪兽尸体 没想到临时组建的小队竟配合如此默契 接着一行人往地下城深处走去 此时伊丽莎白提议稍微休息 让大家恢复一下魔力 突然曹炎胜打断其他人的行动 因为他发现周围有怪兽 让大家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曹炎胜用膝带挡住怪兽的攻击 这实力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突然石像鬼朝着曹炎胜飞扑过来 曹炎胜用手臂弹开力爪 接着一拳将石像鬼轰出个血窟窿 解决掉周围的怪兽 众人开始搭起帐篷原地休息 而为了避免再次被怪兽偷袭 伊丽莎白拿出智能无人机监控周围 灰特克施展出探测魔法 在帐篷周围布置结界 只要有生命体接近结界 他就能感知到危险 忙完一切后开始补充体力 但背包里只有压缩饼干可以冲击 看队友对饼干难以下眼 曹炎胜起身去给他们做饭 他抓起旁边死掉的变色龙就要烹饪 身为人类哪吃过这种怪兽 接着曹炎胜掏出自己的合金锅 开始无情翻炒变色龙 接着又在火堆上煮起米饭 随后一碗蜜汁变色龙盖饭就完成了 看着满满的香气四溢 安徒尼甚至跪下祈求曹炎胜能给他吃一口 吃下一口后他便开始狼吞虎咽 没想到曹炎胜做的实在太好吃了 就在这时 因为安徒尼吃了富含强大魔力的料理 体内的魔力已经完全恢复 而曹炎胜也是越吵越来劲 接着一碗碗香喷喷的盖饭出国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吃过晚饭后 倒头就在营帐里打起呼噜 而在外面就剩曹炎胜和理查德在放手 就在这时 曹炎胜却发现有些异常 接着他拔出剑 让理查德去把大家都叫起来 因为他感觉到有怪兽朝着营帐过来 看来这次来的不仅仅是石像目 还有一只更大的怪兽 手持大宝剑的曹炎胜到底有多强 不仅用肉身格挡怪兽攻击 并且能一拳轰杀石像目 然而还有一大批的石像鬼朝他涌来 就连体型庞大的地龙怪兽都出现了 这种怪兽实力强悍且十分凶残 欧尼斯特教官不认为他们能抵挡这波攻势 而面对怪兽的进攻 曹炎胜却没有丝毫胆怯 他瞬间施展出自己的功法会员部 直击众多石像鬼的面目 就在这时 大地突然颤抖起来 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地龙兽冲出地面 怪兽朝着队伍发出愤怒的嘶吼 这居然是只终极怪兽 接着怪兽喷射出毒液 然而这时曹炎胜却一跃而起跳向怪兽口中 拔出月印九霄剑刺向怪兽 一道刚猛的剑气斩在怪兽头顶 无比坚硬的身体居然出现一道剑痕 乘胜追击的曹炎胜一脸砍出百道剑气 随着最后一道剑气斩出 怪兽的头颅瞬间被切割掉 曹炎胜最后留下潇洒的背影 这强悍的实力惊呆了身边的队友 监控室里欧尼斯特教官彻底被折服了 他马不停蹄地来找董事长黄景龙 询问黄景龙为什么不说出曹炎胜是吉猎人的事 因为黄景龙想隐藏曹炎胜的实力 避免政府挖他的墙角 但欧尼斯特教官却内心有些担忧 一个吉猎人怎么会甘心在你手下 对此黄景龙只是微微一笑 让教官把心放在肚子里 因为曹炎胜绝对不会离开这里 其实现在的董事长黄景龙 却是曹炎胜的手下 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罢了 这时战队所在的大楼大厅 众人看着一组成员名单 都在怀疑这个曹炎胜到底什么实力 一个武功使用者竟然能进一组 而经过在地下城中的一战 曹炎胜彻底成为所有队友膜拜的对象 为了能巴结曹炎胜 灰特克每天像跟屁虫一样 跟着曹炎胜 甚至去健身房和他一起锻炼 此刻灰特克提议带曹炎胜 去市区转转 听到这里曹炎胜也没推辞 灰特克拍着价值百万的超级轿袍 带着曹炎胜去市区兜风 还一直在车里吹嘘自己的人满 希望能多巴结曹炎胜 但曹炎胜却根本没搭理他 很快他们到达目的地 这是以黑市闻名的阿莱杰 在这里能轻易买到不同寻常的东西 而就在曹炎胜在逛黑市时 黑暗处出现两个身影一直盯着他 这些人是来报复曹炎胜的 因为曹炎胜侮辱了他们的主人 狂气与血之战士 在灰特克的带领下 很快他们来到黑市的非法拍卖场 在门口保安的带领下 三人换好衣服走进拍卖场 按着号牌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品是一只灰特龙之枪 在普通猎人眼里是宝贝 但在曹炎胜眼中只是不入流的东西 很快第二件拍品出现了 曹炎胜瞬间相中这把匕首 这雷燕匕首居然拥有两种可使用的技术 有这样一把暗器 必要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他拿出不久前黄景龙给他的卡 这是一张没有额度上限的黑卡 而第一次起价才仅仅7000美元 其他人根本没看上这把匕首 最后曹炎胜以8000美元成交 就在队友都嘲笑他被拍卖会坑了时 一只手掌拍在曹炎胜肩膀上 身后出现一个一身黑衣的老嘴 这人是要找曹炎胜算账的 随后浑身魔力暴涌而起 受到惊扰的保安立马冲过来 却被黑衣人一招血之里弹飞出去 而曹炎胜却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他们的攻击水平只有B级 狂气战士顿时身形膨胀数倍 周围的人群已经被吓得贪软在底 曹炎胜为了不伤及无辜 转身朝着拍卖场外跑去 而在这里却已经被封印 所有人都无法出入 就在曹炎胜要出手教训他时 身旁的哥布林掏出魔法棒 要替主人交手 可却被曹炎胜拦了下来 曹炎胜让他保存实力 随后曹炎胜对准敌人用出混远指 一束强大的激光射向对方 接着飞速闪现到他身旁 全力一击将狂气战士打飞出去 就在他想反抗时 变印九肖剑已经刺入他的胸膛 眼看自己打不过曹炎胜 他施展出从孟魔那里获得的吸星大法 随后整个人变成一团紫物消散 而身后手下体内的血气被迅速吸走 下一秒 一个半人半鬼的恶魔重新复苏 曹炎胜的技能到底有多逆天 面对暴走后的狂气战士也丝毫不惧 狂战士收回自己的全能后 他的实力已经在极烈人之上 他对曹炎胜发起猛烈攻击 剑和拳头碰撞在一起 你以使用移花接木技能 成功将对方的攻击如树凤魂 一道能量在这时调转方向 竟直接穿透狂战士的身体 在狂战士的胸口炸开 狂战士也随之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而就在这时 曹炎胜激怒了圣座狂气与血之战士 指明曹炎胜要作为手下参加圣座对战 拍卖场的经理对今天的事情 向曹炎胜道歉后 他却有些关于武功的事 想要问曹炎胜 曹炎胜也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随后他被带到一处别墅 曹炎胜一眼就看出经理 也是一名习武之人 经理一时间被惊得不知道怎么回答 突然这是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老人问曹炎胜是否听说过火山派战队 曹炎胜立马响起 火山派是30年前赫赫有名的战队之一 而说话的这个老人就是首领李小元 曹炎胜立马坐不住了 李小元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 火山派的猎人为什么把他叫过来 因为他们想向曹炎胜学习武功 火山派战队是由一些处境艰难的猎人组织 他们不断继续力量 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家园出人头地 但火山派首领李小元 却在入侵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和腿 在那之后他的武功开始不断退 就在这时曹炎胜突然出现 看到曹炎胜是顶级境界的武功使用者 立马派人将他请了过来 而李小元也表示不会白教他们 只要曹炎胜答应请求 他们将誓死效忠 可曹炎胜却不需要他们的誓死效忠 让他自己稍微考虑再给他们答复 离开火山派的聚集地后 他静止来到黄景龙的办公室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黄景龙 将火山派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而黄景龙却觉得 他们既然能提出誓死效忠的条件 那就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随便使用他们 转眼来到第二天的繁星之赛 无败的修炼化身接受了 狂气与血之战士发起的胜座对战 无败的修炼化身提议进行一对一格斗 并且派出手下曹炎胜 狂战士向其他胜座公开了这次胜座对决 以血色要赛作为这次对战的采头 虽然血色要赛里居住的都是半寿人 但这快递价格很高 只有高级以上的胜座才能拥有 曹炎胜对此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全部压上 无败的修炼化身将三处领土作为采头 两位胜座达成一致合约以生效 在胜座对战中败北的一方 其存在的力量将被大幅削弱 可曹炎胜没有丝毫担心 这波操作就叫伴猪吃牢 一道精光将曹炎胜传送到擂台上 对手是体型巨大的半寿人阿克拉塔 曹炎胜在心里盘算这场对决该怎么打 而在旁边观战的狂战士却内心狂喜 他看曹炎胜的样子 等级最多也就三百出头 绝对不可能战胜阿克拉塔 胜座对战正式开始 本次对战将持续到一方投降或战死为止 曹炎胜和阿克拉塔顿时剑拔弩张 阿克拉塔一个闪身出现在曹炎胜身后 挥动手中巨斧 被曹炎胜用宝剑格挡下来 又挥动数次巨斧砍向曹炎胜 最后都被曹炎胜一一格挡掉 阿克拉塔发出一声怒吼使出权力 但权力一击依然被曹炎胜轻松躲避 他又朝着曹炎胜发出进攻 而在这时曹炎胜使用一花接木 首处碰到巨斧的利刃上 一道金光在阿克拉塔胸口炸开 他的巨斧竟劈披在自己身上 阿克拉塔使用了红枝再生 伤口很快就恢复了 同时因为红枝再生的效果 阿克拉塔陷入了狂气阻撞 受伤越重就会变得越强大 这种水平应该比S级猎人还要高 随后阿克拉塔爆发一声怒吼 对曹炎胜斩出六阶魔法红枝斩击 而曹炎胜使出混原指 轻松就化解了红枝斩击 等硝烟散去后 曹炎胜完好的出现在阿克拉塔面前 他对着阿克拉塔使出技能细心大口 开始吸收阿克拉塔的魔力 其他观战的圣作都认为曹炎胜的行为太鲁莽了 认为他会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死 但曹炎胜拥有技能三花具体 纯粹的内功可将狂气与血的魔力吸收殆尽 并且血气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 曹炎胜的吸星大法到底有多强 一只强壮的半兽人瞬间变得骨瘦如柴 并且还能获得他的技能血脂狂化 虽然半兽人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 但他却没有投降的意思 而圣作狂气与血脂战是为了避免手下惨死 只能选择投降 曹炎胜也获得本次对战的彩头血红药散 在完成第一场胜作对战后 曹炎胜在地球胜作排名中排到了127米 就在这时 天秤女神邀请曹炎胜去他的领地 容颜喵却觉得天秤女神脑子不好使 小梦也觉得应该离他远点 可曹炎胜却感觉天秤女神可以拉拢 实在不行就先结盟 之后看情况还可以背叛 随后他出现在天秤女神的领地 等曹炎胜踏进女神的宫殿 却发现偌大的宫殿却连一个人也没有 随后他打开宫殿深处的大门 里面只有天秤女神一人 两人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几百年 曹炎胜这次前来不仅是寒暄 而是希望能和天秤女神连忙 但天秤女神却说现在的他已经垮胎 曾经的天秤女神是位于最高级的强大圣族 其他想要预知未来的圣族 都会向他献上无数珍宝 但如今的天秤女神却沦落为低级圣族 因为他在胜作对战中一直败美 输掉几次胜作对战后 他的等级下降了很过 如今只能勉强维持存在力 但曹炎胜却没在意他现在的能够 依然希望和他联手 曹炎胜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天秤女神 他决定和圣族不败的修炼化身结盟 而曹炎胜也从天秤女神口中得知 从地球第一次出现传送门开始 圣族们为了这颗星球纷争不断 地球拥有百亿灵魂 圣族的追随者越多 他们的实力也越强大 但圣族之间很难分出圣族 最终在几位强大的圣族指导下定下规则 若是地球上的圣族之间发生冲突 就会通过圣族对战的方式解决 圣族对战胜场越多 排名也越靠前 获得第一的圣族 将会成为地球的主人 但目前第一名的位置还是空缺的 成为第一名的条件 所有圣族都不知道 排名第二的圣族是缓慢与沉默的主人 是个十分强大的邪神圣族 讲述完后 天秤女神又赋予了曹炎胜他的全能 竟然是预知未来的技能 这项全能可以看到有关未来的片段 完成这一切后曹炎胜返回地球 他直接来到黄景龙的办公室 和黄景龙商量 接下来该和哪个圣做对战 就在这时 罗兰斯气冲冲地冲进黄景龙的办公室 对着曹炎胜大喊 为什么不接电话 如果不想继续合作就直接挑 这时曹炎胜递过自己的手机 他只是忘记给手机充电了 罗兰斯也是一阵无语 他急匆匆找曹炎胜是要给他安排比赛 他将曹炎胜带到一处游艇上 身旁一众保镖都对罗兰斯十分尊敬 谁让罗兰斯是黄景龙的女儿呢 他每次谈事情都会来安静的地方 罗兰斯直接开门见山 其他选手和粉丝都认为你伪造倒机 B级联赛职业选手召开发布会当面谴责 并且向你宣战 而面对职业选手的挑衅 曹炎胜却一点不介意 他要在比赛那天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选手 隔天曹炎胜参加战前发布会 面对记者各种刁难问题 曹炎胜态度十分强硬 众多记者背对得哑口无言 一旁的马西米利安看不惯嚣张的曹炎胜 还在对曹炎胜一直言语挑衅 曹炎胜摆出一副要打就打的姿态 现在要是不动手就把嘴力上 说着他直接站起身子 顿时吓得马西米利安冷汗直流 随后曹炎胜在记者面前开始嘲讽对手 并且通过媒体告诉所有人 如果有人怀疑他的实力或者有什么不满 可以直接来找他挑战 结束发言后 曹炎胜来到伊卡鲁斯战队训练场 队友对他的发言都十分欣赏 安图尼甘愿当曹炎胜的战前陪练 但曹炎胜却打算独自修炼 只见他走上擂台直接闭上双眼 开始想象出自己的训练对手 下一秒 一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怪兽 突然出现在擂台上 为了迎接避急猎人的挑战 曹炎胜开始战前训练 只见他开始在擂台上闭目影响 突然一只散发着骇人气息的怪兽凭空出现 这是他幻想出的训练对象 曹炎胜和怪兽大战了三百回合 不知不觉便过了一整天 最后他只能意犹未尽地停止训练 因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曹炎胜在灯光的簇拥下走进赛场 可观众席上都是对曹炎胜的谩骂 谴责他是个造假等级的大骗 曹炎胜被无数谩骂声彻底激怒了 他立下誓言从今天这场比赛开始 属于他的武功复兴之路将正式开启 在提示英的指导下曹炎胜进入场地 本次的竞技场是一片虚拟搭建的废墟 而对手是B级的新星马西米利安 随着最后一声道技师结束 比赛正式开始 曹炎胜率先冲向对手 而马西米利安立刻使用飞行魔法拉开距离 他不仅躲避开曹炎胜的攻击 还在拉开距离后躲进废墟中 这时马西米利安在暗处射出魔法殿 无数箭矢向曹炎胜暴射而去 但曹炎胜使用技能移花接木 将飞来的箭矢全部给反弹回去 然而在暗处的马西米利安还在持续输出 这让曹炎胜快速锁定了他的位置 然后飞速朝马西米利安而去 射来的箭矢也被他尽数弹开了 很快他便出现在马西米利安面前 并且让对方还有什么手段都尽管使出来 只见马西米利安突然高举魔法弓 蠢货 总算让我带到机会了 下一秒 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亿万只箭矢顿时犹如暴雨般袭向曹炎胜 可曹炎胜却丝毫不慌 在箭矢雨中打起了太极 所有的箭矢都被他尽数抵挡了下来 然而将一切看在眼里的马西米利安 如今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万万没想到曹炎胜竟然如此强大 耗尽魔力的马西米利安连战都站不稳 好在他运气不错 提示英传来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马西米利安最终逃过一劫 他立马来到一旁恢复魔力 身边的教练让他下场比赛不要着急进攻 先拉开距离恢复魔力 很快第二回合的比赛正式开启 马西米利安按照教练所说拔腿就好 曹炎胜也看出了他的意义 一个箭步就直接追了上去 马西米利安大惊 他没想到曹炎胜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随即他转身便打算攻击 可他还没出手 曹炎胜已经一记混圆脚踢在了他的面门上 就这样曹炎胜一脚定乾坤将对手击败 就连场外解说也没想到就这样结束了 比赛胜利后曹炎胜出来接受采访 面对记者询问这次比赛有什么感想时 曹炎胜却表示对手太弱了 没什么感受 他这嚣张的发言却让原本的小黑子都变成了铁匪 与此同时因为获得了声望 他的力量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突然他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刺痛 是女神赋予他的技能居然启动 下一秒曹炎胜在脑海中看见奥城陷入一片火海 人群被怪兽追赶的四处逃窜 看来不久后奥城将会有大事发生 完成比赛后曹炎胜走出赛场 就在将要离开时 却被两道身影拦住了去母 只见两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请求曹炎胜教他们武功 曹炎胜一眼就认出了这几人是火山派的弟子 因为他们觉得火山派教的武功太过保守 在那里根本学不到武功的精髓 他们想找到更强大的武功使用者 曹炎胜对此也是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随即他表示火山派想跟他学习武功 就先要成为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的信徒 几人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曹炎胜的信徒数量也随之激增 完成这一切后曹炎胜来到血红要塞 自从获得血色要塞后 他还是第一次来 因为最近太忙 他将这里交给欧达一昆管理 但这些伴兽人脑子不太好使 根本听不懂欧达一昆讲的简单魔法 曹炎胜对此有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不擅长学习魔法 那就教他们武功好吗 随后在曹炎胜的耐心传授下 这些伴兽人的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原本混乱的血色要塞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看着空空荡荡的血色要塞 曹炎胜想在这里造一个公伴兽人训练的训练场 在容颜喵的提示下他练接繁星之赛内部 这里是圣座们交易物品的平台 正巧圣座九与物之蛇正打算出售建筑物 但这时曹炎胜却犯了难 在地狱开盲盒是一种什么体验 曹炎胜看着空空荡荡的血色要塞 便想着从其他圣座手里买一栋建筑物 来给血色要塞上的伴兽人训练 但这些建筑物都要几万灵魂石 可他的全部家当也只有1800灵魂石 这让曹炎胜十分头疼 好在这时出现一位神秘圣座 他表示在他这里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随后他掏出各种建筑随机盲盒 并且以名誉启示他绝对是良心上架 还说如果一次买两个盲盒还能便宜 曹炎胜想着本来也买不起其他建筑物 还不如赌一下试试 于是他直接选择购买两个盲盒 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血色要塞 开启了第一个建筑盲盒 只见一道金光在地面上炸开 然而开出的却是一座陈旧的战士神殿 并且期限只有30天 接着他随手开启第二个盲盒 这次的金光更加耀眼 居然是一座辉煌的妖精神殿 并且搭建完成后还能学习技能妖精的辉煌之功 半分钟后一座辉煌的宫殿建成 这时容颜喵却说这个宫殿有点问题 因为这是圣座妖精的宫殿 他害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但曹炎胜却觉得这是自己开出来 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解决完领地的事情后 曹炎胜再次回到地球 他直接来到黄景龙的办公室 将他看到的未来的景象告诉黄景龙 他要求黄景龙提供一些援助给妖城 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但黄景龙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因为妖城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他能做的只有通知妖城的负责人一生 眼看指望不上黄景龙的帮忙 曹炎胜打算自己去阻止妖城的灾难 很快他便来到了管理妖城的大型战队黑色卡特斯 曹炎胜对着门口的猎人说要见他们的队长 但门口的猎人却十分傲慢 根本没把曹炎胜放在眼里 等曹炎胜爆出自己的大名识 门口的猎人瞬间换了一种态度 还称赞曹炎胜在终极猎人锦标赛上的表现 在得到队长的同意后 他带着曹炎胜进入大楼 曹炎胜没想到卡斯特的队长局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 洛克山让曹炎胜不要兜圈子直接说事 曹炎胜说妖城有位清除干净的地下城 并表示本次前来是为了帮助他们 此话一出 洛克山顿时火冒三丈 他十分肯定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不可能还有怪兽 于是曹炎胜将自己拥有欲知未来的魔法告诉他 还表示不会插手标城的战斗 只会在局面控制不住的时候才会出手 洛克山选择相信曹炎胜一次 很快 队员们就在一处废弃建筑里发现了一个地下城 并且时间只剩下六个小时 众人望着嗡嗡作响的传送口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特斯的猎人们开始迅速疏散周围的人群 可很多人却不愿离开 而是留在附近看热闹 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次的地下城有多危险 就在这时 地面突然开始剧烈震战起来 一只巨型蜥蜴陡然从地面破土而出 城市中也窜出无数藤蔓 将地下城附近的一大片区域全部笼罩其中 现在连外部支援也无法进来 洛克山已经带领众猎人做好战斗准备 战斗一触即发 猎人们使出全力阻挡怪兽 但虫洞里的怪兽还是源源不断的重逐 洛克山也只能亲自上阵 他挥舞出自己的火焰边 一招就斩杀了两只C级怪兽 被激怒的怪兽再次发起猛攻 曹炎盛也不得不出手保护人群 但他发现这些怪兽似乎是被操控 他推测背后肯定有更强大的怪兽 于是他顺着藤蔓的方向 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传送口附近 果然看见了一只蜥蜴巫师 他几个闪身就来到了蜥蜴巫师面前 随着一道剑光闪过 蜥蜴巫师的脑袋就被扛了下来 失去控制后的怪兽们实力大几 洛克山迅速指挥猎人们对怪兽发起猛攻 游戏结束了 去死吧 随着一道火柱冲天而起 最后一只怪兽也被带走 包围城市的藤蔓也一随之消散 因为曹炎盛的介入 此次事故没有出现一人伤亡 他也因此成为了撩城的大英雄 经过撩城一战 曹炎盛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大英雄 但面对记者的采访 曹炎盛却不想回答他们太多 他用手指点在记者的咽喉穴位上 记者突然就讲不出话 随后他便转身就离开了现场 他可不想当什么大英雄 成为英雄后 只要做错一件事情 立刻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 然而洛克山却很欣赏曹炎盛的行为 打算接下来要和曹炎盛搞好关系 于是为了表达感谢 他将这次地下城的战利品 全部给曹炎盛 足足有上百亿奖金 可曹炎盛满不在乎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提升等级 忙完这一切后 他来到伊卡鲁斯战队训练场 但这次他还带着火山派的弟子 其中还有一个可爱少女阿伊丽丝 她是李小元的女儿 随后曹炎盛带着一众弟子开始训练 因为大家都是武功使用者 所以就从最原始的肌肉力量开始训练 在曹炎盛魔鬼训练下 众人快速成长 他的存在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在完成基础训练后 曹炎盛将众人带到内部世界中 他选择了最适合武功使用者修炼的沼泽地形 众人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沼泽中还有一个木偶人 看似一脸人畜无害的木偶人 一半木偶人后才能进行下一个环节的训练 回到休息室的曹炎盛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打算教战队里的其他队友学习武功 但为了不让曹炎盛来传授武功 伊丽莎白表示他也可以教曹炎盛魔法 曹炎盛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他的确想学一门治愈魔法 但眼前的安图尼和伊丽莎白都是进攻型选手 对治愈系魔法根本一窍不通 他突然想到天秤女神或许有治愈技能 曹炎盛来找天秤女神帮忙 天秤女神十分开心 直接赋予了曹炎盛一个五阶治疗技能 但五阶治疗魔法属于A类级别 曹炎盛暂时还很难直接使用 很快又到了伊卡鲁斯战队训练日 一座高塔出现在内部世界中 随着层数增加塔内怪兽的等级也会不断提升 而众人接下来训练目标是在一个月内攻略无尽之塔 冲击层数最高的将会是最终获胜者 众人纠结要不要组队 因为组队进入难度会直线提升 但一个人也很难攻略 伊丽莎白提议一起组队 因为他们的配合已经十分默契 曹炎盛也赞成这个提议 这时曹炎盛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 于是便好奇地探查了一下她的资质 但因为伊雷亚是某位圣座的手下 所以曹炎盛无法分析出她的资质 但还是能看到她拥有的记忆 伊丽莎白也注意到那个女孩 从装扮一眼就看出她是高校联盟的学生 那是一个专门培训年轻觉醒者的私立学院 安图尼便是出身于高校联盟 与此同时伊雷亚也发现了他们 他直接朝曹炎盛一行人走 曹炎盛邀请伊雷亚加入他们的队伍 伊雷亚十分爽快便答应了 斯姆伍德也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很快曹炎盛的队伍已经有不少人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曹炎盛把欧达伊坤也叫了过来 因为队伍中缺少一位治愈魔法师 他打算让欧达伊坤来担任队伍的部组 队伍集结完毕 随着一阵光芒闪动 众人进入了无尽之塔 无尽之塔的怪兽到底有多凶残 第一层就出现了上百只的骷髅怪兽 曹炎盛率先冲出 一剑解决了数只骷髅怪 其他队友也都十分卖意 不疑会就将所有的骷髅怪消灭殆尽 众人没想到第一层如此轻松就拿下了 接着众人来到第二层 第二层是野猪怪 数十头野猪怪气势汹汹汹地朝着众人袭来 欧达伊坤施展出魔法骗术怪 这是一种可以摄取怪兽星魂的魔法 一只红色恶魔陡然出现在前方 所有野猪怪盾石下的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机会来了 只见一阵剑光闪过 所有的野猪怪就全被消灭了 但紧接着居然出现了几只B级的巨型野猪 可他们却绕开了曹炎盛攻向后方的几人 队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阵脚 只能奋力抵挡着野猪的进攻 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根本没有时间施展魔法 于是伊丽莎白使出曹炎盛教他的武功剑法 然后衔接上魔法 轻松就解决了一只巨型野猪 众人没想到武功居然这么好用 片刻功夫就将第二层的怪兽全部解决了 就这样 众人轻松拿下第三层的蓝色蜥蜴人 可第四层的怪兽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居然是一只B级的冰飞龙 冰飞龙朝着众人喷射出冰冻激光 没有防备的队友瞬间被激光淹没 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受伤 原来是欧达伊坤释放了防御魔法 反应过来的众人开始对冰飞龙发起反击 在曹炎盛的带领下 冰飞龙也很快被斩杀 众人继续朝着第五层而去 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立即的暴丧女妖 因为是幽灵类怪兽 所以大多数攻击都对他无效 可曹炎盛却很兴奋 好久都没遇到过这种级别的怪兽 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女妖张口发出一阵阴波魔法 刺耳的阴浪席卷整个空间 除了曹炎盛和欧达伊坤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头痛欲裂 曹炎盛立刻让欧达伊坤去治疗队影 他则冲上去为众人争取时间 可以他现在被限制的力量 还无法对女妖造成太大的伤害 于是他让欧达伊坤为自己施加强化魔法 他需要一击秒杀爆伤女妖的力量 在欧达伊坤的魔法增幅下 曹炎盛顿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再次一跃而起冲向女妖 一剑便将女妖拦腰斩断 随后轰了一声的巨响 无尽之塔也成功被攻略 教官说出无尽之塔的训练目的 通关的队员将进入战队一组去恩城支援 因为恩城出现了新的地下城 那边负责攻略地下城的战队失败了 所以现在轮到他们伊卡鲁斯战队出马了 在教官的带领下 曹炎盛一行人来到恩城的地下城传送口出 曹炎盛预知未来的技能突然再次启动 在残破的碎片里 他看到某个战队里出现了叛徒 是一个和邪恶圣座签订了协议的猎人 容颜喵提醒曹炎盛进去后一定要小心 可曹炎盛却没有丝毫畏惧 因为只要进入地下城后 再强的圣座也只能在外面观战 不能帮助自己的手下 更何况曹炎盛自己就是圣座 很快伊卡鲁斯战队一行人便进入了地下城 可刚进入地下城他们就遇到了混乱风暴 混乱风暴将进入地下城的所有人都拆散开 曹炎盛被卷到一处丛林中 不远处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猎人 从阿雷纳斯口中得知 他在寻找队友的途中遭到了怪兽袭击 不仅丢失了武器 就连一条腿也因此骨折 随即曹炎盛用天秤女神教他的治愈魔法 治好了阿雷纳斯的腿 阿雷纳斯也被曹炎盛的善良彻底征服 并表示要跟曹炎盛一起 他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 与此同时 曹炎盛从欧达伊昆口中得知 伊卡鲁斯的队友已经被他全部聚齐了 因为欧达伊昆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留下了魔法印记 就在曹炎盛准备去和队友会合时 一只双头犬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这是凶灵赫赫的地狱双头犬 可被这个男人随手一刀就砍掉了两个脑袋 这操作直接把一旁的小老弟给惊呆了 随后曹炎盛取出双头犬的兽 然后窃下一条肉最多的大腿收进空间口袋 突然他听到远处有动静 然后带着阿雷内斯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这里聚集了很多战队的猎人 众人看到曹炎盛和阿雷内斯到来 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阿雷内斯居然还活着 阿雷内斯告诉众人 是曹炎盛救了他 并且还治好了他身上的伤 这时曹炎盛注意到前方的一只巨型沙漏 从沙漏中他感受到召唤魔法 最终召唤出来的应该就是终极怪兽 难怪这里会聚集了那么多人 随即他用圣座之言扫描了一遍在场的猎人 和邪神圣座签订了契约的叛徒很可能也在这里 但就连圣座之言也找不出那个叛徒 这时 一个穿着黑披风的男人从曹炎盛身后走过 他就是与邪神圣座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 签订契约的猎人朱利斯 朱利斯打算等到终极怪兽出现后 趁机多杀几个猎人 好在主人面前表现一番 但他看新来的曹炎盛总是有种内心不安的感觉 不过他并不担心 因为他有圣座送他的短剑 派尔兹战队的队长一级多尔邀请曹炎盛和他们一起行动 曹炎盛没有拒绝他的好力 一级多尔递给曹炎盛一块干粮 其他猎人也为接下来的战斗补充停 可曹炎盛觉得相遇就是缘分 便想着让大家饱餐一顿 于是他从背包里掏出双头犬的兽斗 又想起路过这里时附近有很多红绝龟 随即开始去寻找其他食材 等他回来食手里捧着满满一堆龟蛋和兽斗 此刻食材已经全部准备完毕 曹炎盛开始飞速处理兽斗 又掏出老八秘制小条量 再用纯粹的三味真火开始烧烤 熊熊大火将受肉烤的滋滋冒油 最后一份夹蛋照烧兽斗犯出锅 曹炎盛将第一份递给阿雷纳斯 但他很怀疑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等他将第一块腿肉送进口中后 整个人开始变得飘飘欲鲜 并且魔力也开始迅速恢复 还祈求曹炎盛再为他做一份 所有在场的猎人都品尝到曹炎盛的门石 在这之后 安比图斯战队的队长向曹炎盛伸出橄榄枝 还说派尔兹战队缺少治愈魔法石 顿时两个战队因为争抢曹炎盛开始剑拔弩张 就在这时 沙漏的最后一滴沙子流尽 巨型沙漏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秒 一个高大的骑士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极具压迫感的骑士让众人喘不过气来 他居然是胜作败北与懒惰之女神的手下 这时骑士开口说话 谁想第一个接受我的考验 众人已经吓得不敢发出声音 这时雷鹰队长率先带领手下对骑士发起攻击 但所有攻击还没碰到骑士就已经全部暴走 骑士转头看向对他发起攻击的雷尔队长 他选中雷尔作为第一个考验对象 接着用剑指向雷尔 一道剑气向着雷尔飘散过去 下一秒雷尔就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骑士继续挑选下一个接受考验者 看着接二连三倒地的猎人 曹颜胜主动选战出来接受他的考验 随即他大步走到骑士面前 骑士拿起剧剑对准曹颜胜 又是一道剑光从剧剑上飘撒而出 曹颜胜只感觉被无数条铁链束缚住 接着他被铁链拖进懒惰地狱 各种放弃的诱惑充满他的脑海 但他可是不败的修炼化身 这完全违背了他的存在 不断变强的意志支持着他 瞬间就将束缚他的铁链全部撑随 他也因此通过了骑士的考验 并且骑士会带他去见圣座败北与懒多只女神 突然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提示音响起地下城即将消失 但曹颜胜却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 敏锐的感知让他发现远处有大量的怪兽醒来 很快其他猎人也都发现了情况不对 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下的惊慌失措 骑士也在这时露出了真正的嘴脸 身为圣座的曹颜胜 竟然成了其他圣座的继承人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曹颜胜感受到有无数怪兽从四面八方起来 他不由面色凝重 虽然这些怪兽对他构不成威胁 但他不知道能否保护这里的所有人 此时在场的猎人还不知道有威胁正在逼近他 还在等待着传送门开启 随着在外围侦察的无人机被破坏 众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不是普通的地下城 曹颜胜深吸一口气 使用内功大喊道 大家全都聚集到一处 随后他只身一人冲了出去 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将怪兽们的注意力 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 他在怪兽群中辗转腾膜 不一会就聚集了上百只怪兽 其他猎人也趁机使用广域魔法 对怪兽们进行轰炸 就在这时 一只更加强大的怪兽亚克斯出现在兽群后方 亚克斯朝着曹颜胜一拳轰下 随着轰的一声 地面顿时爆炸开来 等烟尘散去后 亚克斯却没有发现曹颜胜的身影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剑光已经从他身上划过 其他猎人也抓住时机 对亚克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他们不禁在心中赞叹 没想到武功使用者竟然这么厉害 同时庆幸还好有曹颜胜吸引怪兽的注意 他们才能安全地进行攻击 但亚克斯也被彻底激怒 他怒吼着冲向曹颜胜 曹颜胜看准时机转身一箭刺出 只见一道红光瞬间贯穿亚克斯的身体 接着便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随着怪兽全部被消灭 身后顿时传来了猎人们的欢呼声 他们兴奋地跑到曹颜胜身边 没想到你这个武功使用者那么厉害 真的太棒了 而混在人群中的朱莉丝此时 却悄悄掏出了身后的笔手 我得在地下城消失之前多杀几个人才行 否则主人会生气的 我得先解决那个最危险的家伙 随后当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 他偷偷摸摸来到曹颜胜身后 然后手起刀落 只听见扑刺一声 鲜血顿时剑射而出 朱莉丝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 可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 匕首刺重的地方居然是自己的手臂 曹颜胜眼神冰冷 你想干什么 朱莉丝连忙抽回手臂 脸上掀起一抹邪笑 你可真是个愚蠢的猎人 这一切还没结束了 说完他立刻朝着周围大喊道 曹颜胜这家伙攻击了我 可根本没人相信他的话 因为曹颜胜不仅让他们饱餐了一顿 还在授群来袭时帮助了他们 大家都认为是朱莉丝想陷害曹颜胜 他们早就发现这家伙有点不对劲 于是朱莉丝破罐子破摔 也不打算继续隐藏下去 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 蔓延的剧毒之物 赫声落下 他身上顿时爆发出刺眼的绿光 一名帝级猎人走出人群 朱莉丝那家伙只是C级 就让我来对付他吧 曹颜胜提醒他不要轻敌 他或许已经和邪神圣座签订了契约 可已经来不及了 一条绿色毒蛇突然窜出 这名猎人的防御道具瞬间破碎 倒在地上翻来覆去 这时曹颜胜也已经来到了朱莉丝身边 朱莉丝急忙召唤出树 把诅咒短剑朝曹颜胜射去 曹颜胜手中的应月九霄剑发出一阵嗡鸣 此刻他突然心有所悟 将一花接木 天舞之体和炉火唇青融汇贯通 创造出了一套流水剑法 随即曹颜胜使出流水剑法 瞬间就将袭来的短剑全部击飞了 接着他一个闪身来到朱莉丝面前 抬手就是一记混远长 但因为他有胜作魔力的保护 所以朱莉丝并没有立刻死掉 朱莉丝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便打算拉几个垫背的 转换生命力的毒云 说着他高举匕首 一团毒云迅速在他头顶凝聚 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主人我来了 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吧 说着他单手一抬 伟大的解毒之语 一个绿色光阵陡然出现在毒云上方 随着光雨落下 毒云也很快被净化消散 朱莉丝绝望的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 提示音随之响起 返回的传送门也出现在空地上 可曹颜圣眼前却突然出现一个提示 通过了圣地考验的 宁将获得地下城奖励 作为奖励 宁将成为败北与懒惰之女神的继承人 继承相应圣作的力量 紧接着 一道刺眼的金光 突然在曹颜圣面前炸开 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 出现在曹颜圣眼前 时隔许久你可算是醒了 我的继承人 这个男人正在用怪兽的肉烹饪料理 本来充满剧毒的怪兽食材 由他烹饪出来不但没有半点 而且味道绝美 此时伴随着一阵金色传说 圣作拜北与懒惰之女神 出现在曹颜圣面前 懒惰女神正要教他 当圣作的手下应该注意的事项是 曹颜圣却表示他也是圣子 这让懒惰女神十分无语 曹颜圣好奇 难道圣作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寻找继承人的吗 懒惰女神表示并非如此 他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他曾在深渊中拥有一个 屈之可数的强大王国 虽然他本性懒惰 一心求败 但他在战场中却百战不待 因此他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长久的胜利与权势 令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最终厌倦了一切的 他选择将自己封印起来 知道了自己的继承人也是圣子 他便不需要再过多解释 反正他的权能已经给曹颜圣了 就让他自己看着办 可曹颜圣疑惑 为什么继承了懒惰女神的力量 存在力却几乎没有提升 懒惰女神解释 他的存在力早就降到最低了 自然不会有多少提升 曹颜圣十分无语 那继承他有个锤子用 懒惰女神却表示 权能才是最重要的 存在力这种东西 只要自己提升就行了 可曹颜圣是不败的修炼化身 败北和懒惰的权能 似乎不太适合 懒惰女神伸手指着曹颜圣 肤浅了呀年轻的圣座 胜利和败北就像是硬币的两面 修炼和懒惰也是如此 比如你为了欺骗某人而故意输给他 这算是赢了还是输了 比如你为了变强而稍作修行 这算是修炼还是偷懒 对于你这种年轻的圣座来说 确实应该配合自己的属性进行修炼 但等你完全了解自己的权能后 你的属性就会和你这个人本身融为一体 有很多圣座急于提升自己的存在力 而不断发动战争 可实际上 领悟自身力量的属性才是最重要 原来如此 曹颜圣恍然大悟 提示因也随之传来 您已获得对圣座属性的领悟力 您存在的力量已提升 您已领悟技能大到无门 您将不受圣座属性的束缚 随后他便返回了地球 与懒惰女神的见面令他感悟良多 是因为我接触的领域比较广泛 所以领悟了本质吗 以前的我一心都扑在武功上 但现在在料理 魔法等各种领域我都在尝试 所谓修炼并不是一个狭义的范畴 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 都有可能成为某种修炼 我的思维应该再开阔一些 我还能变得更强 从地下城出来后 曹颜圣又见了容颜喵和小孟 他让他们去打听 圣座手持短剑的叛徒的情报 两人表示他不是什么强大的圣座 圣座对战的排名和曹颜圣差不多 但他诡计多端 很有可能会派手下来偷袭曹颜圣 另外不败的修炼化身和曹颜圣这两个名字 在繁星之赛中被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像上次与狂气与血之战士对战 还有这次的地下城 其他圣座只会越来越关注曹颜圣 曹颜圣认真道 看来以后我得小心点了 之后伊丽莎白几人带曹颜圣来到了 恩城最有名的餐厅 猎人乔治 这是一家用怪兽肉做食材的餐厅 几人刚进来就看见一个客人正在挑剔菜品 正是先前一起攻略地下城的修拉伊博战队的莱恩 莱恩表示他想让餐厅给他做之前曹颜圣做的那道怪兽料 可不管他们怎么做都做不出那个味道 餐厅的主厨乔治一听这话瞬间起了兴趣 于是他便拜托曹颜圣将他做的那道料理交给他 曹颜圣也不藏私 在几位大厨面前展示了制作的全过程 见识过曹颜圣的烹饪技能后 几个大厨都对其肃然起敬 他的存在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他的猜想也被证实了 修炼不单单局限于武功 之后黄锦龙把曹颜圣叫了过来 表示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他介绍了锦龙道具的总经理阮宝给他认识 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与怪兽和相关的能源项目 还有用何做魔法道具呢 而在这个领域中 做的最好的公司就是锦龙集团的子公司锦龙道具 叫曹颜圣过来的目的 一是互相认识一下 二是魔法道具开发这块需要猎人进行测试 所以你去了解一下公司 也跟阮宝走得近一点 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看着离开的两人 黄锦龙黑黑一笑 这就对了 得让他提前熟悉一下情况 以后我才好让他替我做这个总市场 好好使唤他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八面体 居然是圣座排名前二十的强大圣座的手下 此时他却盯上了排名只有一百二十七的曹颜圣 就在刚刚 黄锦龙把曹颜圣叫了过来 让他和锦龙道具的总经理阮宝认识一下 阮宝表示此次其实是想请曹颜圣帮忙营救一位研究员 罗纳德托顿最近成功研究出了 富有三阶魔法的人工魔法道具 是当下最优秀的研究员 锦龙公司本打算和他签约了 但他却突然失联了 应该是被其他公司或战队掳走了 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帕布公司 那是帕克家族旗下一家相当有实力的公司 曹颜圣轻松淡然道 那我直接去把他带回来就行了吧 听上去没什么难度啊 我这就去 他本打算一个人去的 但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那几个火山派的手下通过了他的训练 曹颜圣灵机一动 正好让他们进行一下实战训练 当天晚上 曹颜圣便带着火山派一行人 来到了帕布公司的研究园区 他告诉众人此次的训练是潜入境局 把一个叫拖盾的人带出来 但不能全员参与行动 你们谁对自己的速度有信心 同时对自己的隐藏能力也有信心的人举手 阿伊丽丝和小帅切切地举起手 随后曹颜圣便带着两人朝围墙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 园区内突然响起警报声 听声音是从曹颜圣他们对面传来的 曹颜圣用精神力探查了一下里面的情况 原来是圣座歪曲的幻觉达人的手下袭击了园区 曹颜圣回想了一下 那个不就是占领了X伯的邪神圣座吗 他的排名应该在前20 而曹颜圣现在才127米 估计不太好对付 于是他打算先向懒惰女神打探一下情报 懒惰女神表示 在他退隐江湖之前 幻觉达人不是奉承这个圣座就是讨好那个圣座 是个非常势利眼的家伙 而他曾经更是当过缓慢与沉默的主人的手下 缓慢与沉默的主人是地球圣座排名第二的强大圣座 入侵战争时以强大的实力直接占领了Z国北部 想来这个幻觉达人也不会很好对付 了解了相关情报后 曹颜圣决定先趁机带走罗纳德 曹颜圣抬头看了一眼 按照软宝给他的资料 罗纳德应该是被关在那栋最高的建筑里面 于是他一手抱着一眼 接着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向那栋建筑 曹颜圣踩着墙面一路狂奔而上 阿伊丽丝两人心中震惊不已 这才是真正的轻功 很快曹颜圣便在一处玻璃前停了下来 随后他单手凝聚内功一滑 面前的钢化玻璃就哐当一声爆开了 里面一个男子正被捆绑在椅子上 经过询问 正是他们要找的罗纳德脱队 曹颜圣正准备带他离开 罗纳德却表示他的朋友被关在隔壁 能顺便救一下他吗 曹颜圣也不废话 直接一箭将墙壁斩碎 果然有一人被关在隔壁 曹颜圣看他不像是本国人 便用圣座之言扫描了一下他的资料 没想到这人竟然是一名猎人 随即曹颜圣一箭抵在他的脖子上 我知道你是猎人 现你三秒内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 中森急忙合盘拖出 他来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带走罗纳德 曹颜圣收起长剑 他可懒得管这些企业之间的事 具体情况还是出去之后再说吧 就在这时 大楼突然剧烈震动起来 一个光点出现在园区的天空上 是幻觉达人的手下闪烁的幻觉之正八面体 八面体一来就锁定了大楼里的曹颜圣 接着便二话不说直奔曹颜圣射来 曹颜圣丝毫不慌 抬手一箭就赢了上去 八面体瞬间被震的倒飞出去 大楼也因为强烈的冲击即将倒塌 曹颜圣立刻带着众人跳下大楼 但这样一来也被帕布公司的守卫给发现了 阿伊丽丝紧张地做好战斗准备 最终还是免不了实战嘛 曹颜圣抬手阻止了阿伊丽丝 一脸平静的 因为圣座的手下突然来犯 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虽然他们不太相信曹颜圣的话 但解决眼前的邪神圣座手下才是当务之警 而八面体也并没有肆意破坏 而是只对曹颜圣一人发动攻击 容颜喵猜测可能是因为曹颜圣这个名字 最近在圣座之间的热度太高了 圣座们都对他十分好奇 果不其然 很快圣座通过八面体向曹颜圣发出信息 想见识一下他的实力 如果曹颜圣的实力足够的话 他可以将最后一个手下之位给他 一人一八面体很快又交手在一起 一次次猛烈的撞击在园区内炸响 随着战斗进行 八面体的顶部居然出现了倒倒裂痕 随即他猛的将曹颜圣阵退开去 然后释放出无数条锁链缠绕向周围的手位 这些守卫顿时失去意识围攻向曹颜圣 这是幻觉达人的全能 能让人暂时出现背叛 这个男人此时正用拳头疯狂砸这块金属 不是因为他的脑子进水 而是因为他脑子里的水太多 别的铁匠都是用锤子打造装备 曹颜圣却直接上手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事一双拳头搞不定的 就在刚刚 曹颜圣一行人去营救罗纳德的过程中 竟遭遇了邪神圣座手下的攻击 此时受到蛊惑的守卫们 疯狂地扑向周围的其他人 曹颜圣剑撞连忙让阿伊丽丝 去把火山派的其他人叫进来 眼看一名失控的守卫手持武器扑过来 曹颜圣一直点在他的喉咙上 这名守卫瞬间就丧失了行动能力 紧接着他化作一道残影冲入人群中 将其余失控的守卫也全部控制下来 火山派几名剑撞一脸的崇拜 好厉害 究竟要修炼多久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八面体也不禁发出赞叹 你或许真的有资格成为主人的手下 曹颜圣气得面部轻轻一阵跳动 我之后一定会向他的主人发起胜作对战 将他狠狠踩在脚下 随即他开始凝结剑气 准备给这八面体致命一击 随着剑气凝结完毕 曹颜圣一剑挥出 一道锋锐的剑气带着批斩一切的气势 朝八面体而去 感受到剑气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八面体也展开防御魔法抵挡攻击 随着烟尘散去 八面体竟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八面体表示曹颜圣的这一击还挺像样的 他便将主人的全能赤色幻影 作为礼物送给了曹颜圣 曹颜圣有点懵 不过并没有拒绝这白来的好处 那就先告辞了 说着八面体便消失而去 曹颜圣十分无语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躲在不远处的一群小卡拉米一脸懵逼 我们好不容易召唤来的圣座手下就这么走了 这叫什么事啊 不过他们并不死心 手持武器就冲出来准备拼命 曹颜圣走到队伍最前方 大家在我身后保持好队性 提示鹰也在此时响起 引领避灭者投入实战 明以领悟新的全能 生成技能六合剑阵 随后曹颜圣带领火山派的手下冲出迎敌 不一会儿这些小卡拉就全部被解决了 而在曹颜圣的帮助下 此次帕布公司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负责人对此十分感谢曹颜圣 很快理查德也打不过来 曹颜圣单独把他叫过来 告诉了他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理查德表示这次的事情 其实是帕克集团的董事长 他的父亲爱丽克斯帕克安排给他的任务 爱丽克斯对他这个 没有做出任何成绩的儿子很不满 要求他回归家族 已经给他安排好位置了 但他并不想受到家族的约束 他想成为一名强大的猎人 曹颜圣奉劝他 要是不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 那你就无法真正变得强大 如果你跟家里断绝往来 好好在战队里待着 锦龙哥会帮你的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 你好好想想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 听了曹颜圣一番话 理查德更加心烦意乱 我到底该怎么做呀 第二天一早 曹颜圣便带着罗纳德来到了锦龙道具公司 阮宝邀请他借这个机会参观一下公司 曹颜圣没有拒绝 他也很好奇魔法道具到底是如何制作 作为铁匠圣座的熔岩喵 更是好奇心满满 铁匠一下一下锤打出来的 但熔岩喵却十分生气 他们根本不配被称为铁匠 真正的铁匠应该坐在炽热的烈火前打铁 可这帮人类竟然让机器来代替 连铁匠最基本的资格都不具备 说着他眼中燃起熊熊烈火 给这群家伙展示一下吧 我会帮你的 曹颜圣也想趁机体验一把做魔法道具的感觉 随即他看向一旁的软宝 能让我试试吗 周围的科研人员满脸比 他以为制作魔法道具很容易吗 仗着自己是猎人就在这里大放厥词 曹颜圣静直来到制作台旁 将内功凝聚在拳头上 朝着台上的轻铁石就是一顿狂轰乱砸 这样的碰撞声在整个车间回荡 后面的科研人员已经震惊的合不容嘴了 我的天啊 他竟然用武功打磨轻铁石 熔岩喵也不禁感叹武功还挺有用的 随即他让曹颜圣用这种方式连续打伤数百次 蕴含着内功的拳头比任何加工设备都更强有力 金属块在曹颜圣手中就像相片一样被各种流利 不一会儿 一柄精致的短剑便出现在制作台上 接下来便是赋予相应的属性 由于轻铁石是兵属性 曹颜圣便给短剑注入了冷气武功 制作完成 曹颜圣用圣座之眼探查了一下 双动蓝光短剑可使用技能冷气暴风的必用 阮宝子细打量了一下这柄短剑 真是一件出色的作品 就在这时 这老家伙极其阴险狡诈 满肚子都是坏水 曹颜圣却不以为意 万一谈不拢直接砸场子不就行了 这完全在黄景龙的预料之中 所以说我绝对不会让你单独前去的 第二天傍晚 曹颜圣换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门口迎接他的是黄景龙的女儿阿依内 阿依内告诉曹颜圣 埃利克斯邀请他 应该是想确认一下他的实力 像他这样的有钱人 若是有什么好奇的 就一定要打探清楚才肯罢休 不过留我在你不用太担心 我会为你介绍那些人 并教你如何跟他们相处 难道连不败的修炼化身都被带坏了吗 曾经满脑子只有肌肉的他 如今不仅假扮成警察叔叔 而且还公然挖别人的手下 就在刚刚 曹颜圣应邀赋约了埃利克斯的邀请 在管家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埃利克斯的办公室 此时办公室内有一人正在和奥利克斯交谈 曹颜圣用圣座之言扫描了一下埃利克斯 没想到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他 身上竟然散发着十分强大的魔力 看来他一定持有不少魔法道具 片刻后胖子起身准备离开 曹颜圣也顺便扫描了一眼胖子 没想到他竟然同时和两位邪神圣座签订了契约 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和契约与秩序之恶魔 埃利克斯表示今天叫曹颜圣过来 是为了感谢他上次阻止了邪神圣座袭击他的研究园区 随后让手下拿来了一柄魔法武器以天剑 虽然比不上月印九霄剑 但也算是顶级道具 埃利克斯表示这是他送给曹颜圣的谢意 阿姨内在一旁紧张不已 绝对不能说 一旦收下这柄剑 曹颜圣就会任埃利克斯摆布 可出乎他预料的是 曹颜圣竟然毫不客气地收下 眼见曹颜圣收下礼物 埃利克斯脸上掀起一母得逞的笑容 另外我还想给你一个忠告 你一直被锦龙皇欺骗了 锦龙皇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在为自己将来打算这方面 我建议你还是冷静点为妙 这是在20年前 由最新提炼技术制作的 纯度高达88% 当时开发出这个的公司 收到了无数收购提议 但他们都拒绝了 可在那之后 能使纯度更高的提炼技术相继出现 于是那家公司最终倒闭了 你现在就好比是这块河 虽说目前有很多地方抢量 但将来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曹颜圣当然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他也不管弯抹角 那你打算供佣我做什么呢 当然是让你帮我培养武功使用者 武功之所以会被魔法取代 是因为他的提升速度慢 可达到的高度有限 但如果能克服这些劣势 武功将发挥出超乎寻常的优势 如果可以批量培养武功使用者 并垄断这个领域的话 一定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走出房间 阿姨那脸色难看的跟在后面 你不会真打算跳槽吧 曹颜圣哈哈一笑 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收下一天剑 我要是直接拒绝了他 不就没法讨价还价了吗 得留点余地才行 阿姨那大惊 原来是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 向他发起了圣座对战 叛徒圣座知道修炼化身擅长正面对战 于是他提出通过策反的方式进行对战 就是说服对方的手下使其叛匾 这对叛徒圣座来说非常有利 提议出 叛徒圣座顿时引来了无数圣座的鄙夷嘲讽 不过他的脸皮非常厚 直接把此次对战设为了非公开 曹颜圣当然知道叛徒圣座的打算 不过他突然想到什么 目前直接跟他签约的人 就只有欧达一昆和黄景龙 而且他已经知道 其中一个叛徒圣座手下的身份 随即他欣然接受了提议 并将血红要塞作为对战的彩头 叛徒圣座万万没想到曹颜圣居然会答应 真是个蠢货 策反可是我的强项 于是他也拿出了一个 褪色遗物的保管箱作为对战的彩头 两位圣座达成一致 合约已生效 在对战中败本了一份 齐存在立将大股削裕 并丧失作为圣座的卫补 曹颜圣十分好奇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 他可是堵上了一整片领土 可合约竟然生效了 看来一定是件非比寻常的装备 画面一转 胖子离开帕克家的住宅后 却在路上遇到了警员的盘查 殊不知却是曹颜圣伪装的 曹颜圣一直点晕保镖后 便直接上车坐到了胖子旁边 随后威胁司机把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小树林里 曹颜圣直接开口 你为什么要背叛第一个签约的圣座 又跟新的圣座签约 胖子大惊失策 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吗 不 我是来挖你的 挖去我侍奉的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那里 这是一个连狗都会用魔法的时代 可男主却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武功使用者 然而就是这样的废物男主 竟然通过两万年半的训练 成为了比肩神明的强大圣座 在接下了叛徒圣座的圣座对战后 曹颜圣便立刻展开了行动 他伪装成警察鼠鼠劫持了叛徒圣座的手下结论 曹颜圣可不打算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拒绝这个提议 我会将你签约两个圣座的事情说出去 胖子被逼无奈只好答应 好吧 我愿意信奉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 随后曹颜圣便直接宣告胜利 不败的修炼化身已取得胜利 圣座对战到此结束 叛徒圣座一脸的不敢置信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掉对战的 曹颜圣的圣座排名也上升到了125米 曹颜圣十分无语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垃圾 竟然只提升了两位 随后他回到血红要塞 打开从对战中获得的宝箱 伴随着一阵金色传说 一个精致的项链出现在眼前 是圣座傲慢之光的妖精的圣物 圣物是为了让手下有效使用圣座力量而制作出的道具 他承载了圣座本人的一部分存在力 第二天 阿依内告诉曹颜圣 他的猎人等级已经正式晋升到了B级 另外还有一个人向他发出了挑战 也是一个和傲慢之光的精灵签约的猎人 克里斯温特 他也是刚刚晋升到B级 目前还没有排名 曹颜圣让阿依内接下挑战 他想借此机会宣传一下武功 他打算在比赛开始前 先向人们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将使用的技能 然后再在比赛使用那种武功打败对方 这样一来人们便会开始关注武功 阿依内表示这种做法确实能够引起大家对武功的关注 但他的技能也会被拿取分析 他知道反正不管自己怎么劝阻都没有用 随后曹颜圣找到伊丽莎白 让他当自己的陪练 并且会把训练过程拍下来发到网上做宣传 伊丽莎白十分爽快地答应 你就等着瞧吧 这段时间我可没少训练 经过上次的对战 他知道不能和武功使用者距离太紧 于是他让曹颜圣先出手 曹颜圣咧嘴一笑 好 那我就来了 话音落下 曹颜圣脚掌一跺地面就冲了过来 由于曹颜圣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只来得及将长剑抵挡在身前 挡下一击 伊丽莎白握剑的手都止不住一阵颤抖 他连忙一个后跳拉开距离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趁机挥出一道魔法攻击 曹颜圣手掌内功汇聚 接着抬手一记混员掌将剑气打散 强大的冲击令伊丽莎白的长剑都向后倒去 伊丽莎白牙齿一咬 既然没时间施展魔法 那我就把剩余的魔力转发为武功 随后灌入了他全部魔力的一剑 狠狠朝曹颜圣披下 曹颜圣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 直接来了一记空手接白刃 然后咧嘴一笑 很不错嘛 还不等伊丽莎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曹颜圣已经一记混员脚踢了出去 伊丽莎白 训练结束 曹颜圣扫描了一下伊丽莎白的属性 没想到他之前的初学者剑法 竟然从爱及提升到了B级 看来这丫头在武功训练方面一直很刻骨 就在这时 一个金发小鲜肉走了过来 正是之前向曹颜圣发出挑战的克里斯温克 他表示他的主人傲慢之光的精灵 想让曹颜圣当他的手下 曹颜圣表示他已经有侍奉的主人了 克里斯说他的主人知道这件事 但依然想让他做他的手下 他可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 曹颜圣不明白为什么傲慢精灵 会为他忍让到这个地方 克里斯解释 因为他的主人看过曹颜圣之前的对战 对战中蕴含的美学太和他的心意了 那些被打磨了上万年的武功招式极具美感 对美十分重视的傲慢精灵 十分了解其中的价值 曹颜圣想到或许能借此机会 再得到一位圣座的权能 便没有立刻拒绝 我会考虑一下呢 传达完毕 克里斯转身便准备离开 可曹颜圣却一把拉住了他 我正在拍摄视频 既然来了就帮我个忙吧 与此同时 H国李昌植的办公室里 他突然看到了曹颜圣发布的基础武功讲义视频 我想借此机会 向那些对武功感兴趣的人 展示何为武功 以及如何才能掌握武功 李昌植顿时站起身 他竟然在免费教武功 黄景龙到底在干什么呀 黄景龙当然也看到了 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让他免费上传这种视频呢 阿易内向他解释了一下曹颜圣的想法 并且事实证明反响也确实挺不错 与此同时 曹颜圣与克里斯对战前的采访也开始了 作为专业打假赛两年半的盛总 曹颜圣当然不会拒绝主动 送上门来的金眼包 他与克里斯的对战很快到来 看着人满为患的观众戏 曹颜圣略感疑惑 不过是一场临时定下的比赛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了 阿易内拍了他一巴掌 你就偷着乐吧 这说明你的人气在不断提升 强烈的信仰之心激盗不 若能完美赢得此次比赛 您将收获信仰之心 随着比赛进入倒计时 曹颜圣摆开架势 他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现在的克里斯 是被傲慢之光的妖精掌控着 克里斯身上燃起金色的光芒 美丽的避灭者 来通过我的考验吧 话音落下 克里斯身上顿时爆发出刺眼的金光 只见他只见金光一滑 伟大的光之洗礼 光弹暴风 下一秒 无数光点出现在曹颜圣周围 然后朝他暴射而去 曹颜圣一个后跳躲开了攻击 他先前所在的地面 瞬间被轰出一个大坑 解说员一脸震惊 我从没见过这种技能 没想到克里斯竟然是如此强大的选手 但曹颜圣可是专业打假赛两年半 只见他稳住身形后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克里斯身前 可克里斯的身体 却突然化作金光消失在原地 曹颜圣的一拳也随之落空 紧接着金光在天空汇聚 克里斯眼中流露着兴奋 好快的动作 简直美得令人生味 借用了圣座力量的克里斯十分强大 曹颜圣已经很久没有在 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对战 克里斯手掌一抬 身后顿时浮现出无数魔法阵 无数金光再次朝曹颜圣射去 曹颜圣暗暗赞叹 看来这妖精圣座确实比狂气战士更厉害 但曹颜圣丝毫不惧 只见他一拳轰在地面上 无数石块顿时四散开去 光弹进入石块的影子范围后便立刻消散 克里斯十分惊讶 他竟然用影子抵挡了光弹的威力 你那份能在紧急情况下 快速应对的机灵非常美丽 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的近战能力如何 说着他手上很快凝聚出一柄光剑 希望你能完美通过最后一轮试炼 话音落下 两人同时暴力而出 拳头与光剑轰然相撞 凶猛的气浪顿时朝周围席卷开去 胜作之剑果然很厉害 不过这种对战 我已经在深渊中经历过很多次了 眼看光剑在曹颜圣的拳头下逐渐消散 克里斯连忙一剑横扫而出 曹颜圣攻身躲开剑芒 然后一记肘肌砸在克里斯的下巴上 克里斯脑袋一仰一口番茄汁喷出 这剑确实厉害 但剑的本体稍微弱了一些 说着他一套连续混圆脚踢出 在如此凌厉的攻击下 克里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怎么可能 我恢复的速度竟然跟不上他攻击的速度 难道这就是武功的威力 这实在是太具观赏性了 他眼中金光闪烁 真是太出色了 没想到你竟然能赢得这么漂亮 但曹颜圣可没打算停手 多谢夸奖 克里斯大惊 停 停下 比赛已经结束了 半场后克里斯才从地上爬起来 我没有打不架的技艺啊 怎么浑身这么疼 随后他指着曹颜圣 我的主人已经认可你的实力 提示音也随之传来 您通过了傲慢之光的妖精的试炼 观众对您的武功赞叹不已 您的存在力已提升 并且妖精圣座还将光之品格送给曹颜圣 越是保持美丽坚守品格 拥有的光之力就越强 曹颜圣感叹这妖精圣座出手 真是大 一见面就是一级技能 与此同时 H国那边发来的交流战申请 明显就是冲着曹颜圣来的 阿易内表示直接拒绝不就好 但黄景龙却另有想法 这可是能让他提升存在力的好机会啊 曹颜圣也想回H国看看 不过他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 伊丽莎白几人都忙着修炼没空陪他去 安图尼和伊雷亚自告奋勇表示 想和他一起去 于是曹颜圣便带着两人一起出发 此次的交流战是在巨岛举行 不过在这之前 曹颜圣先来到了S市的国家陵园 安图尼略感疑惑 你为什么要最先来这个地方 三人来到最高的一个墓碑前 因为我得先来见一些人 这是传送门入青站的猎人纪念碑 虽然就算曹颜圣没去深渊 他们也难逃一劫 但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大叔出现在几人身后 安图尼惊讶的话都说不清楚 临时一代及猎人铁血兵地 汉青来人 曹颜圣也惊讶开口 唱直歌 别人都是打不过就摇人 曹颜圣却是打不过意 就上大号 通过了妖精圣座的试炼后 曹颜圣应邀参加了H国举办的交流战 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聚集地 而是带着两人来到国家陵园 祭奠在传送门入青站中牺牲的队友 没想到居然遇见了曾经战队的队友李昌志 他现在已经是有名的一级猎人铁血兵地 两人寒暄了几句后 曹颜圣三人便来到了此行的巨岛 曹颜圣和伊雷亚都没参加过交流战 他主动过来和曹颜圣打招呼 他是李昌植的儿子李昌宇 于是曹颜圣亲自下厨为几人做了一顿午饭 告别了李昌宇后 曹颜圣预知未来的技能突然启动 他看到海龙阿尔哥对巨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阿尔哥是一种十分凶残 且破坏力极强的怪兽 而且看这体型至少也是一级以上 于是他立刻将此事告知了黄景模 并让他不要胜仗 先做好应对措施就行 随后三人便来到了交流战的聚集地 安图尼表示 他是可以用一把剑施展数十种魔法的艺术家 曹颜圣回忆了一下 这人好像是他之前在地下城里见过的尿裤子的家伙 在他旁边的红发少女名叫韩世夏 是一名年纪轻轻就跻身于一级行列的猎人 曹颜圣总觉得这个少女非常严肃 但又想不起来 郑元旭指着窗外的一座山 表示此次交流战的第一个项目是爬山 在传送门出现之前 汉纳山被称为民族之灵山 然而在传送门出现后 由于受到深渊的影响 从此变得十分诡异 曹颜圣几人正准备离开 韩世夏却突然拦住了曹颜圣 他说他的母亲名叫郑元旭 那不就是曹颜圣的前女友吗 但他在传送门入侵站中牺牲了 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曹颜圣 所以韩世夏特意过来见他一面 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汉纳山 感受着这里的气息 曹颜圣仿佛又回到了深渊一样 他大步朝前走去 大家集中注意力 这个地方绝对不容小觑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管理室中 韩世夏询问郑元旭 曹颜圣是个怎样的人 郑元旭表示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且人品很好的猎人 韩世夏松了一口气 果然和他母亲说的差不多 几乎都是对自己很严格 违人正义这些赞美的话 并让郑元旭以后见到曹颜圣时多表扬一下他 另一边的汉纳山中 有人试图使用飞行魔法快速到达山顶 但曹颜圣却表示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 过强的空间魔力会引发异常现象 他刚说完 一阵魔力狂风就把几人吹了下来 但对于在深渊中通过魔力风暴修炼的曹颜圣来说 区区空间魔力根本无法阻止他跳练 于是他便直接抱着一雷压两人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以最快的速度朝山顶掠去 三人很快就达到了山顶的白鹿湖 几人刚落下 湖中顿时散发出恐怖的魔力 下一秒 一个庞然大物陡然破水而出 竟然是曹颜圣之前在未来碎片中看到的海龙阿尔格 阿尔格上来就使出龙之音 刺耳的音波顿时朝三人迎面袭来 曹颜圣见状深吸一口气 也是张嘴吼出一道音波 将阿尔格的龙之音抵挡了 安图尼两人提议赶紧撤离 这可是极怪兽 不是他们对付得了的 曹颜圣却表示要在这里消灭他 不能让他给无辜的百姓造成损失 他让两人不用担心 他可以借用圣座的力量 于是安图尼两人表示他们也要加入战斗 安图尼非常好奇 借助圣座力量的曹颜圣到底有多强 曹颜圣一舵地面率先冲出 一拳就把阿尔格的门牙打掉了两颗半 曹颜圣在阿尔格身上不停辗转捧摸 蕴含内加重手法的拳头无情地砸在阿尔格身上 这是曹颜圣在深渊中练就的技能 能够通过攻击外部对内部造成破坏 阿尔格没想到眼前的人类竟如此强大 便召唤出锥形暴风雨和灵片玄雾 准备摧毁汉奈山逃回大海中恢复力 但曹颜圣可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我要使用存在力 只见他身上顿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您使用了既能宣布不伴化身的领域 存在力使世界发生了变化 您将赌上圣座化身之领域 与对手展开决战 在分出胜负前谁都无法离开这 随着金光散去 阿尔格和曹颜圣同时出现在一片广袤的空间中 曹颜圣眼中寒光闪烁 那像刚才那样再来一遍吧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身为堂堂圣祖 扮猪吃老虎打假赛也就算了 居然还利用规则漏洞搭遍龙 发现有一极怪兽出没在汉纳山 寒视下两人也急匆匆地赶过来 可当他们来到山顶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们当场愣住 只见曹颜圣正站在阿尔格的尸体旁边 让伊雷雅给他拍照 郑元旭询问他们阿尔格是他们干掉的吗 李长宇回答是曹颜圣独自一人解决的 随后曹颜圣拿出应悦酒消剑 开始解剖阿尔格的尸体 这么多的肉可不能浪费 解剖过程中 他在阿尔格的身体内发现了一枚灵魂石 懒惰女神表示这应该是某个圣座放进去 以此来控制阿尔格的 但曹颜圣一时间也想不出是哪个圣座干的 交流战结束后 几人便回到了安博 黄锦龙表示有个猎人想见他 他是外国的B级猎人麦肯吉朱尼尔 在终极猎人锦标赛B级联赛中排名第四 麦肯吉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一张挑战券 只有拥有挑战券 才能挑战B级联赛的冠军格兰道格拉斯 如果曹颜圣答应跟他一起参加2对2的胜座对战 他就把挑战券送给曹颜圣 同时麦肯吉的胜座血与肉汁都是表示 如果曹颜圣答应了 他会给他大量的灵魂石 并告诉他是谁放出了阿尔格 并会独自支付对战所需的彩头 曹颜圣略做思考便答应了 这场交易对他来说完全有利无比 而且打败B级联赛冠军 或许能加快他提升到一级的速度 麦肯蒂说此次的对战项目的赛跑 对手分别是不断延续的爆发 和从严寒处归来的观察者的手下 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 最先到达终点的一方就算获胜 对战很快到来 从严寒处归来的观察者的座棋是一头冰龙 不断延续的爆发的是一头机械恐龙 麦肯蒂的则是一头体重两吨半的佩奇 只有曹颜圣是靠一双深渊奔跑一万年 也不长老奸的脚 随着倒计时结束 四人同时狂奔而出 仅靠一双腿的曹颜圣速度还没有佩奇快 机器人同情地回头看了一眼曹颜圣 他的圣作还真够无情的 居然连做棋都不赐给他 看来可以当那家伙不存在了 突然天空上响起阵阵雷鸣 紧接着便看见无数巨石朝几人砸了下来 曹颜圣之前见过 这是深渊的岩石流星雨 每个人都各施手段通过阻碍 机械恐龙背上射出数颗导弹 拦截下了迎面砸来的岩石 可就在这时 机器人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真了不起 只见曹颜圣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他的背后 面对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圣作不断延续的爆发简直怒不可了 把那家伙给我弄下去 收到主人的命令 机器恐龙怒吼一声 然后便开始原地蹦迷 但这种程度怎么可能把曹颜圣弄下去 而且另外两人已经跑远了 机器人忍不住一声骂娘 只能不管曹颜圣继续朝前跑 随着几人前进 一片深渊剧毒之物出现在前方 佩奇利用灵活的走位避开毒物 冰龙则一口吐息将毒物轰散 机器人更是有恃无恐 因为毒物对机械无效 机器人忍不住偷笑 这回能摆脱这个人类了吧 可当他回过头一看 发现曹颜圣竟安然无恙地坐在他后面 他急忙分析了一下 没想到避灭者居然拥有毒抗技能 第三关是沼泽 机械恐龙的行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眼看这个坐骑已经靠不住 曹颜圣脚尖一点就跳了下去 准备去搭下一趟便车 他利用内功与步伐在沼泽上快速前进 很快就脱离了沼泽范围 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魔力风暴 几人大惊失色 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东西 曹颜圣则是咧嘴一笑 没想到吧 我的坐骑终于来了 就在几人被魔力风暴吹得凌乱的时候 曹颜圣静直接朝魔力风暴跳了过去 曹颜圣先前消耗的内功也在魔力风暴中得到了补充 几人都以为曹颜圣怕是要打 却见曹颜圣猛地从魔力风暴中窜了出来 血肉都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他不但穿过了魔力风暴 而且魔力居然还上升了 只见曹颜圣突然化作一道流光 眨眼就消失在了几人眼前 曹颜圣不出意外的第一个出过终点 您在圣座对战中赢得了胜利 不断延续的爆发对您永迟认可 红颜寒处归来的观察者感到很正常 血肉都是出现在曹颜圣面前 多谢你赢得了胜利 因为我手头不宽裕 所以没放多少灵魂石进去 希望你别嫌少 曹颜圣好奇地打开一看 竟然是五万枚灵魂石 他瞬间无语 这还少吗 他之前为了几千点就累得要死要活 容颜喵也欲哭无泪 这该死的贫富差距 另外还有一个答应曹颜圣的奖励 召唤出阿尔戈的圣座是杰出的王冠收集者 他是将地球幽州顶尖猎人击垮 并占领了外国的圣座 曹颜圣想不明白 为什么外国的圣座要对巨岛下手呢 同时血肉斗士还告诉曹颜圣 那个他想要挑战的人类冠军格兰 就是王冠收集者的手下 曹颜圣顿时大感不妙 B级联赛的冠军竟然和邪神圣座签约了 B级猎人锦标赛的冠军 竟然被这个排名20的男人一招秒杀 在知道了麦肯吉把挑战券给曹颜圣后 格兰心中一阵窃喜 麦肯吉排名第四 而曹颜圣才排名20 这样就能轻松碾压他了 比赛很快到来 但观众席上却是一片骂声 都认为曹颜圣是通过小动作才得到挑战权 不配合联赛冠军格兰对战 曹颜圣倒是无所谓 只要赢了比赛 他们自然会避上赌 格兰以为曹颜圣还不知道 他和邪神圣做签约的事 虽然他肯定做好了应战准备 但是我会让他知道 他所有的准备都是白费 可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比赛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结束了 冠军格兰被曹颜圣一击秒杀 因为曹颜圣提前了解过格兰的情报 所以并没有放水 整个赛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只有阿姨内明白 就算是两个半格兰 也绝对不是曹颜圣的对手 父亲到底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猎人啊 比赛结束后 曹颜圣的预知未来突然启动 他看到了格兰陷入暴走 整个场馆的人都惨遭波及 于是他立刻安排安图尼等人 去疏散场馆里的百姓 与此同时 格兰正在王冠收集者面前负荆请罪 可王冠收集者并不想听他废物 既然你已经没有了价值 那就做个傀儡吧 下一秒 格兰的眼睛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紫色 我之所以会失败 全都是因为你们这群废物 说着他手中紫黑色魔力汇聚 一拳就把休息室中的几人砸飞了出去 王冠收集者脸上掀起一抹邪笑 还不够 给我制造出更多的牺牲者 曹颜圣几人也刚好在此事打了过来 见到曹颜圣 格兰顿时疯狂大笑 接着手掌一抬 魔力迅速在掌心汇聚 攻击直接轰开墙壁飞向观众席上的人群 人群顿时惊慌失措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防护罩出现在前方 将魔力球坛飞开去 是曹颜圣安排过来疏散群众的安团 曹颜圣见状十分愤怒 一个闪身就来到格兰的面前 输了就应该老老实实回家睡觉才对 在这里抽什么风 说着一拳就把格兰轰的倒飞了出去 可曹颜圣的拳头居然喷出道道血线 震惊的同时 他立刻使用技能不死再生恢复了伤口 懒惰女神提醒他 格兰身体上的魔力蕴含着存在力 让他赶快提高境界 否则很难战胜格兰 眼看观众已经被疏散 曹颜圣拔出应月九霄剑 身上的气势逐渐攀升 很好 那我们就来好好较量一番吧 只见他双手握剑一剑斩出 风锐的剑气狠狠地劈在格兰身上 格兰身上瞬间被劈出一道伤口 格兰脸上掀起一抹冷笑 你竟然能对这个受到我庇护的手下造成伤害 很了不起吗 人类可真是有趣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道剑气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 可格兰的身体突然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镜出现在了曹颜圣身后 曹颜圣心中暗骂一声 利用存在力加速吗 真是卑鄙 他转身数剑挥出 格兰释放出防护罩将攻击尽数挡下 接着一个后跳拉开距离 双手向下一按 地面上顿时出现一个魔法阵 树道身影很快出现在魔法阵中 曹颜圣十分无语 竟然把其他手下也召唤了过来 话说这个盛作到底有多看重格兰 曹颜圣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手起见落肩 这几个小卡拉就领了盒饭 格兰健壮身体上顿时延伸出数条魔力畜数 将另外几个小卡拉的魔力竞数吸收了 下一秒 他便化身成了一个百丈高大的巨人 当前女友的女儿对我盲目崇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眼看众多手下都不敌曹颜圣 王冠收集者便让格兰吸收了所有手下的力量 化身成了一个百米高大的巨人 曹颜圣带领所有火山派的弟子和安图尼几人一起冲向格兰 火山派猎人听令立刻摆出欲青剑阵 欲青剑阵是曹颜圣创造的由武功使用者摆出的阵 它可以让弱者的力量增加好几倍 我们上 剑阵中的几人同时冲向格兰 剑光在他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 格兰愤怒的大吼一声 一拳砸向地面的曹颜圣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曹颜圣居然挡住了这一击 就在他愣神间 众人再次冲出 曹颜圣一剑斩断了他的右腿 格兰惨叫一声跪倒在地上 阿伊丽丝几人也趁机冲出 将他的另一条腿也斩断 失去支撑的格兰轰的一声倒在地上 后方的安图尼几人剑状立刻展开远程攻击 无法移动的格兰只能将四手挡在身前拼命抵挡 曹颜圣纵身一跃跳到格兰面前 使出他的最强奥义左盾 在他的三寸不乱之舌下 格兰逐渐摆脱了王冠收集者的控制 都住手 我已经恢复理智了 不要再打了 但他在心中盘算 只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邪神圣座身上 他以后一定能东山再起 曹颜圣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想法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随着力量耗尽 格兰的身体逐渐恢复原样 就在这时 一团紫黑色的魔力突然冲出格兰的身体 凝聚成了王冠收集者的模样 你竟敢连续两次坏我好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说完他便逐渐消散而去 曹颜圣暗暗在心中发誓 总有一天我要打败他 经此一役 曹颜圣顺利晋升成了一级猎人 黄景龙告诉他 凡是猎人都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从圣座手中夺回地球 另一个是攻略深渊传送门 深渊传送门位于地球中部 是最早与深渊产生连接的传送门 至今还没人能攻略这个传送门 之后黄景龙把伊卡鲁斯战队的管理权 也全部交给了曹颜圣 这天 M国的一级猎人维斯穆拉雷斯 来拜访曹颜圣 他想和曹颜圣谈一场合作 他目前在为帕克集团做事 但公司却没有给他答应的股票 所以他想联合曹颜圣和他一起抗争 事成之后会分他一半的股份 但曹颜圣疑惑 他要怎么说服那个董事长 维斯拿出一叠资料 上面标注的是几个白色地下城 地下城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对时间和人数有限制的红色地下城 另一种是没有任何限制 相对比较安全的白色地下城 白色地下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 因为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只要不结束攻略 就可以无限狩猎怪兽 这样一来养殖怪兽的河野成为了可能 他展示的这个地下城足足有避己 就像是取之不尽的泉水一样 而帕克集团非法占有了这个地下城 维斯打算用曝光这件事来威胁他们 但还有一个问题 那里有一名急猎人把守 所以他想请战斗力强大的曹颜圣帮忙 但令曹颜圣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名猎人竟然是他前女友的女儿韩世夏 他当即表示不会掺和这件事 维斯急忙表示 那把韩世夏也算上 三个人平分得到的股份 曹颜圣这才答应了下来 不过得先取得韩世夏的同意才行 他并不抱多大希望 怎料曹颜圣才刚刚表示有合作想跟他谈 还没说明内容 韩世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无论什么合作我都愿意 曹颜圣十分无语 他母亲到底跟这妮子说了些什么 韩世夏钻井小拳拳 这是我向曹颜圣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 我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几人是人类中趋之可数的强大猎人 此时却因争夺一个衣柜打得头破血流 韩世夏来到后 曹颜圣将此次的计划说了一遍 随后三人便来到了白色地下城所在的工厂 由于韩世夏解约的消息还没有传开 在他的带领下三人轻而易举就进入了工厂 保镖说总经理正在和人谈业务 让他们等一会儿 韩世夏为了在曹颜圣面前表现 冲过去直接放倒两个小卡拉 然后一脚踹开会议室大门 全都不许动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三人一脸诧异 只见两个经理被绑在角落 两个小卡拉则正准备带着白色地下城离开 他们以为曹颜圣几人是帕克集团的猎人 便急忙挟持住两人 想要救这两人 就让我们带走地下城 曹颜圣无所谓的 我们也是来抢地下城的 那两个家伙你们就看得办好了 就在这时 大楼突然剧烈震战起来 工厂中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型史莱姆 函视下抬手召唤出一只高级魔力狼 魔力狼咆哮着冲向史莱姆 可竟然被史莱姆直接弹飞了 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曹颜圣在深渊中还从未见过这种怪兽 容颜尿表示可能是某个圣座干的 而大楼上的史莱姆并没有着急向几人发起攻击 而是生长出无数触手吞噬工厂里的核 史莱姆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膨胀 魔力也在迅速攀升 这时维斯将手机递给曹颜圣 出大事了 世界各地的核工厂竟然同时遭到了攻击 曹颜圣眼神一鸣 不能放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尽快结束战斗吧 说着他拔出应月九霄剑 我要把那家伙砍到被消灭为止 说完便脚掌一跺地面冲了出去 只见工厂中顿时射出无数剑气 没过多久 史莱姆就被砍成了无数碎款 帕克集团的猎人也在此时也赶了过来 他心中大胆震惊 其他地方都还在苦战了 随后两人便将装着地下城传送门的衣柜带走 之后的事就交给维斯去办 而地球上圣座们早已经炸开了锅 那个闹市的圣座已经被无数圣座悬赏通缉 曹颜圣灵机一动 这或许是一个能赚取灵魂时的好机会 曹颜圣询问小梦是要亲自去抓那个圣座吗 小梦表示不需要 只要圣座们不停地向他申请圣座对战 借此给他施压就行 虽然他可以拒绝 但根据协议 持续回绝圣座对战的圣座是不能留在地球上 而此次闹事的家伙叫贯穿的不定性理解者 但目前他们了解的情报还太少 于是曹颜圣便进入圣座频道收集信息 他一进来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史莱姆圣座的信息 一个弹窗突然出现在曹颜圣面前 走在前沿的天秤女神深情与您进行会议 与此同时 天秤女神的领域中 天秤女神为了见曹颜圣 特意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首先过来的是阿达·夸尼尔 曹颜圣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部分 就连懒惰女神都不经感叹 好久都没见过如此强大的手下了 以她的实力几乎都能当圣座 很快 随着一阵羽毛飘落 天秤女神闪亮登场 曹颜圣不尽略感惊讶 虽然比不上从前 但她现在的存在力依然很强 天秤女神告诉曹颜圣 虽然目前有很多圣座都对史莱姆圣座虎视眈眈 但由于不了解她 所以直接参与圣座对战的却不多 但悬赏金非常丰厚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所以她想邀请曹颜圣一起参加圣座对战 曹颜圣本身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天秤女神表示 此次对战的形式 类似于地球上的六星联盟 那是一种人类猎人之间六对六的竞技项目 但曹颜圣没有参加过 并不是很了解 于是天秤女神便提出打一场练习赛 在一名天使的带领下 曹颜圣很快来到了练习赛的竞技场 阿达夸尼尔面带微笑 恭候多时了 曹颜圣猎人 你知道神丸的英雄联盟是什么样的吗 此时天使阿达夸尼尔正向曹颜圣说明着对战规则 参加对战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不管是技能还是能力值都会被限制 战场是在一个被分为上中下三路的区域里进行 随着打怪升级 参赛者的限制会逐渐解除 双方同时攻打敌方阵营 先击溃对方圣坐圣索的一方取胜 曹颜圣选好要带的技能后便进入了战场 您的内功正在急剧下降 不死再生效果被大股削弱 无法使用吸星大股 好神奇 有种变回了一级猎人的感觉 阿达夸尼尔让曹颜圣去上路就行 他正准备告诉曹颜圣一些诀窍 可曹颜圣已经一个脉步冲了出去 向前行进了没多久 几只食食鬼就出现在道路前方 由于力量受到限制 不能肆无忌惮的使用技能 所以曹颜圣便只靠肉身力量进行攻击 由于感知力下降 漏掉了一只食食鬼 眼看食食鬼已经扑了上来 身后塔柱上的水晶突然射出一道雷电 瞬间就把这只食食鬼轰成了肉感 曹颜圣忍不住赞叹一声 我还以为只是个路灯 没想到还挺有用的 这时又有一群食食鬼朝他冲了过来 曹颜圣咧嘴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可以安心升级了 很快 所有的食食鬼就全部被曹颜圣解决了 您的内功已恢复 不死再生效果已提升 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去寻找敌人了 绿毛刚刚解决掉一只食食鬼 升级阶段很顺利吗 听说对方是个新手 我还挺想赶紧和他较量一番了 他的话刚说完 就看见一道人影从远处飞速跑来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曹颜圣已经化作一道流光出现在他面前 你的经验值我就收下了 说完便一炮子甩在他的脸上 接着就是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绿毛当场被送回泉水 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什么情况 我是还没来得及还手就死过一次了吗 虽然我确实疏忽大意了 但也不至于那么夸张吧 那个人真的是新手吗 解决了绿毛后 曹颜圣又遇到了一波食食鬼 阿达夸尼尔联系曹颜圣 询问他情况怎么样了 曹颜圣表示他已经解决了一个敌方天使 夸尼尔一脸的不敢置信 表示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更好 就在两人交谈间 绿毛竟主动找上门来 他这次一定要一血前耻 然而不出意外的又是被一顿胖走 与此同时 中路的敌方炮塔前 两名天使刚刚解决完一波食食鬼 绿毛突然狼狈的从天而降 你不是在上路吗 怎么来这里了 就在两人疑惑时 曹颜圣一脸坏笑的走了过来 多亏了他带路 终于找到你们了 两人满脸惊恐的看着眼前的曹颜圣 他身上散发的强大气息是怎么回事 真的有人能这么快就升到这个等级吗 眼看两个小卡拉不敢动手 曹颜圣身形一闪便率先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曹颜圣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弹窗 光柱落下 战场上的众人便被传送到了场外 原来是史莱姆圣座已经投降了 众人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时 一个弹窗突然出现在曹颜圣面前 贯穿着不定型理解者深情与名谈话 曹颜圣眼中充满疑惑 这长得像一坨墙的家伙到底在打什么鬼主 于是曹颜圣便和天秤女神 一起来到了史莱姆圣座的领域中 史莱姆一脸委屈地向两人解释 此事并非他一人所为 而是杰出的王冠收集者挑唆他干的 他想利用史莱姆动摇地球上其他圣座的地位 但其他圣座都不愿搭理史莱姆 所以求曹颜圣他们一定帮帮他 曹颜圣陷入沉思 如果能借此机会教训一下那个讨厌的家伙 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随即他便答应了史莱姆的请调 天秤女神几人都极力劝阻曹颜圣 王冠收集者可是排名前20的圣座 曹颜圣却是淡淡一笑 我没兴趣和别人争斗 不过要辛苦一下我认识的那只猫了